男人当觉醒了史上最强隐藏类职业 却拼了命的狂暗角色删除剑 只求游戏角色能被永久删除 原来这是款颠覆了寻常认知的全息游戏 游戏中的货币不但可以兑换成现实的钱币 如果人拼好爆出一件神话级装备 舍得卖掉一辈子吃穿不丑 就连在游戏中挖出的矿石也能用于钱币交易 有头脑的经商玩家 通过分析市场供给关系 借此轰抬物价中间还能小赚一笔 所以全球最后一台游戏仓刚到 载戎就迫不及待地登陆游戏 角色昵称还是常用的德克斯 随着阿卡迪亚游戏启动 载戎就被传送到了新手村 明明国福才刚开不久 新手村怎么就人满为话了 在这里组队带链药品材料 各种交易应有竞争 而新人第一个新手任务便是击倒一只史兰 但想在虚拟现实的游戏中完成精准操作相当困难 所以游戏为新人提供了三种基础技能 用于矫正玩家的战斗 然而被称为端游之神的男主仔 立刻展现出惊人的游戏天赋 明明是最垃圾的斩杀 却被吸引出了把刀斩的感觉 紧接着第二个新手任务 是去图书馆阅读一百本书籍 一般的玩家是快速翻阅赶紧刷完任务 可男主却硬是花费了两天半 将每一本书籍都认真读完 而这便是他端游登顶全服第一的秘诀之一 可NPC书店管理员顿时看笑 这种人不过只是装努力欺骗自己罢 结果今天男主读完了第一百本 却朝着NPC索要这本书的第二卷 只因他在书中发现了登顶全服第一的关键 然而就在这句话讲述后 NPC似乎被最高权限的智脑入侵 他下意识地从仓库中取出了第二卷书籍 可让仔绒疑惑的是 为什么这第二卷书籍是单独保存的 而被智脑控制的NPC却嘴角一抢 这是特殊书籍 只有主动借阅才能出现 仔绒的内心顿感一丝可疑 然而就在他手指触碰到书籍的瞬间 镜头却切换到了全戏游戏的戏服内部 里面最高智脑的爱丽丝 周深突然无数弹窗大放 新手村隐藏任务指派条件已满足 首先指定该玩家为分析对象 原来仔绒阅读的第一卷书籍中 记载了冒险家伊泽尔的藏宝故事 虽不知道藏宝地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件宝物是来源于最久远的暗之踪迹 而男主刚戒约的第二卷书籍中 却清楚标明了伊泽尔的藏宝位置 就藏在新手村前面的爱伦湖畔的湖底中 下一秒 男主便传送来到了爱伦湖畔 可观察许久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结果这时接二连三的弹窗突然涌到男主面前 恭喜玩家德克斯 触发必加急任务寻找暗之踪迹 请按照文献记载寻到爱伦湖底的原谱暗之踪迹 并认证文献内容是否属实 仔绒转念一想 要知道目前全服最高的任务难度 也不过才C级 若能完成必加急难度的隐藏任务 成为全服第一起不是指日可待啊 只见他朝着湖面一跃而下 结果等他下潜50米后 他却没能见到湖底 明明湖不大 怎么可能会这么深 随着潜水的次数越来越多 角色的潜水技能升至B级 不但下潜的水域也变得更深 体力值还增加了一点 可仔绒至今下潜了200米 就连湖底的影子都没见着 疲惫的仔绒望着夕阳的尽头 心中萌生出了放弃的念头 这任谁也不愿意在这浪费时间吧 现在可是游戏开服初期 其他玩家都在努力打怪升级 而我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提升潜水技能 最重要的是 游戏仓每月92万的分期贷款 仔绒本想靠游戏里爆出的装备卖钱偿还 但隐藏任务又是为自己一人而舍 算了 只希望隐藏任务的奖励足够丰厚 整整过去了十天啊 仔绒终于从浮底抓出一条项链 这不是伊泽尔在艾伦府底藏下的神秘道具 与此同时 弹窗提示潜水技能升至A级 体力增加一点 水属性掌握度上升十点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 获得奖励影光项链 此道具蕴含了未知的远古暗之踪迹 使用钱务必三丝三丝再三丝 仔绒一脸恐笑 这道具说明写得像威胁似的 弹窗提示您要使用影光项链吗 如果断点击确定 结果相同的弹窗再次询问 仔绒二次点击确定 您真的确定要使用它吗 仔绒按确定手都按麻了 结果弹窗却还在不停劝说 嫂子都说确定要用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询问弹窗 弹窗再次提示 我知道您现在正狂按确定 既然我都已经问到这个地步 就可以确定你是真的想用这个道具 希望您别后悔 以后就尽全力捣乱吧 和我现在一样 博龙两可的话语让仔绒心头一枕 究竟是谁在和我对话 下一秒巨大的弹窗出现 恭喜您转职成隐藏职业乱世的放浪者 您的等级系统已清楚 并且获得新术之可信息 新任务已更新 再看到任务的一刹 仔绒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 别人的新手任务是击杀一百只史兰 我的新手任务居然是连续击杀七天新人玩家 仔绒一边口吐芬芳 一边拼了命的狂按角色删除剑 结果弹窗却提示 游戏角色与隐藏职业永久保定 角色删除失败 仔绒渴望删除角色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乱世的放浪者这个隐藏职业 不仅没有等级系统 还附带了如此奇葩的任务 要知道等级系统是每款游戏的基础 失去等级系统就意味着被剥夺了成长性 虽然刚开服对战斗的影响不大 但随着时间退役 我与其他玩家就会产生无限差距 他开始后悔了 在刚刚那个混蛋说疯话的时候 我自己听手了 仔绒后仰躺下 望着游戏里模拟出的天空陷入沉思 算了 干等着也解决不了问题 好歹是隐藏职业 肯定还有其他用处 在这之后仔绒翻找了许久状态 但也只找到了和别人的一种不同 那就是多了一个可信性的数值 可这东西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意念通达后弹窗提示 可信性是一种消耗品 消耗的点数越多 宿主对这个世界的干涉能力就越强 甚至可以人为扭曲世界法则 而想要初步积攒可信性 就得执行刚刚的转职任务 所以干掉新人玩家 就会对游戏运行产生影响 他们自然就能积攒到可信性 结果男主拔剑刚要出手 却有人比他更快一步 真可惜 本来可以一招致命的 只见新人面前走来三名红明玩家 他们笑里藏刀道 新人们好呀 我是这个猎场的主人 你们可是未经允许就在这个地盘狩猎 仔绒听后满脸问好 游戏才刚开服 新手村就有人强占地盘了吗 随即红明玩家威胁道 听你们的口音想必是S式的人吧 而且刚还聊天要模拟考 应该还是名学生 只要随便查一下你们的网名 连你们住在哪里很快就能找到吧 所以不想被干掉 从刷怪点滚出去 学生立刻朝着周围路人玩家们求助 可换来的却是置之不理的眼神 学生试图辩解道 这只是游戏啊 有必要做到这份什么 流氓们听后论了一秒 旋即开怀大笑 你说的没错 游戏多好啊 还不存在什么法律约束 这个世界 就是强者称王吗 只听刷的一声 流氓的小腿突然与身体分离 只因仔绒原地开窍 虽说你是个地痞 但我觉得你说的好对啊 接二连三的斩杀技被仔绒精确试 心灵流水的操作似乎有点人机合一的味道 三名十二级的红鸣玩家瞬间死亡 更是被游戏系统强制下限 而主力人出窍的这一刻 他带地在新手村就再也没有利物 盘窗提示 恭喜获得三点可信心 和仔绒猜测的一样 一个人头就能提供一点可信心 虽不知道怎么使用 但收集起来还真不容易 这时一旁的学生像是抱住了一条大筒 感谢您救了我们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道 结果仔绒的眼神云淡风轻 没什么好谢的呀 毕竟我还要干掉你们呢 同学 不要太伤心了 像你说的一样 这只是游戏而已吗 下一秒 两名学生玩家被仔绒一箭斩杀 可信典提升两点 仔绒转头瞥向身后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脚霞 很好 接下来就轮到隔岸关火的你们了 你们应该没有不满吧 十几声惨叫后 整片树林都安静了 从这天起 阿尔卡迪亚的官网上就流传着一个传闻 国福的新手村出现了一名 深疯子 而夜晚 是新手来森林狩猎史莱姆的高效时刻 但同样是仔绒狩猎新人最快的地点 为了让全新游戏更接近于现实 角色在夜晚的可见度十分有限 而角色逃跑时 被石头半倒 还会触发一速降低的状态 而这名新手玩家 此刻却不再是猎人 而是被仔绒追杀的猎物 藏在暗处的危险往往也是最致命的 几天下来见到仔绒的新人 无疑不是闻风丧胆的心情 此刻猎人与猎物的身份不再固定 被狩猎的恐惧弥漫在整座森林 新手也想不通 为何这个黑袍玩家要针对自己 结果得到的回应 只有那雷厉风行的灰剑 你在游戏开服初期做这种事情 我就不信游戏公司不管 我定会去官网举报你 仔绒突然收住灰出的巨剑 呵呵你这家伙 下一秒仔绒一正言辞道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指使 绿毛玩家瞬间哽咽 不等他思考 角色就已经投身分离 被系统强制下险 恭喜消灭新手 获得一点可信心 仔绒冷眼盯着可信心累积的点数 转头便打了个哈欠 因为没日没夜的狩猎新手 可相当耗费新神了 而阿卡迪亚游戏的死亡惩罚 是限制登陆24小时 但此刻阿卡迪亚的游戏官方客服 上百名客服的电话从早上起就没有停过 而且所有玩家投诉的对象都是同意的 组长满脸黑线的宣布 所有人今天加班 务必安抚好玩家的情绪 此时游戏中的仔绒整整狩猎了两天两夜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的可信性已经达到了1025 话说这样狩猎新手真没关系吗 而且是官方给我发布这种任务 虽说任务时间还有四天 但他们的游戏运营不真的没出问题吗 算了反正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结果这时森林里传来了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 史莱姆成群结队朝着仔绒走 下一秒系统提示 明拯救了陷入危机的史莱姆 以于史莱姆种族亲密度上升 下一瞬满脸惊讶的仔绒 被亲切的史莱姆小队淹没 仔绒倒是乐在其中 我现在是不再受人待见 但能和你们搞好关系也不赖 然而丛林暗处却突然多了几根火把 因为仔绒听到了些许玩家的话语声 他轻扶史莱姆的额头劝说道 小家伙们你们先逃跑吧 原来是昨天被猎杀的绿毛带着摄友卷土重来 在森林巡逻了一晚上 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兄弟们上 就是这个黑袍男 为了给史莱姆逃跑拖延时间 仔绒一个劲的朝反方向逃跑 直到他见到前方的一丝曙光 等他到了去发现 这边竟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边缘 五名玩家立刻堵住他的群 绿毛得意洋洋 共中之鳖的你怎么不跑了呢 小子看我待会怎么羞辱你 结果仔绒轻裂一笑 果断向身后的悬崖倒去 就这么在五人惊恶的注视中选择跳崖 这个疯子看来是真疯了呀 结果跳下悬崖的仔绒 嘴角却突然浮现出诡异的威胁 下一瞬他点击登出键 安全下线 次日一早关于疯子的视频 就刷屏了个大视频网站 所有网民展开了积极讨论 舆论中自然少不了键盘侠 而自从绿毛被男主猎杀后 就开始关注官网 结果发现这样的举报 整整有700多个 所以他决定组织一场反猎杀行动 如果有玩家有想法 请来我创的频道中等候 结果帖子刚发几分钟 新手村广场就聚集了 十几名和男主有仇的玩家 绿毛宣布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举行讨伐搅局者行动 结果行动刚刚发起 却触发了新手村全村任务 所有在新手村的玩家 面前出现了同一个任务谈创 原来阿卡迪亚这款 全新游戏最大的魅力就是 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生成剧情 不只是游戏中的讯息 它还会捕捉网络上的舆论故事 在游戏中得以实现 一切都得归功于游戏的人工智能主脑 爱丽丝 主线剧情萌动的遗忘之案 关联任务起构 任务通知 请新手村的所有玩家 抓住不明身份的新手连环兔崽魔 睡了十二个小时后 仔绒终于醒了 结果刚打开阿卡迪亚的官网 脸上立刻流露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无奈 官方特别活动 请抓住兔崽魔 关键下面评论竟然有两千多点 一觉醒来我就树敌两千人了吗 难道猎杀新手的任务真要放弃吗 瞥了眼旁边高额分期买来的游戏 一个月九十二万的分期苦 接下来要怎么还呀 于是仔绒登陆游戏 他望着森林的史莱姆栖息地叹息道 这里可是最适合狩猎新人的场所 结果这是一只伤痕累累的史莱姆朝他走 看来是有冒险者追过来了 我就说你别选法师职业了 追一只残血史莱姆都费劲 结果等两名新人找到史莱姆 却发现旁边还站了个玩家 战士劝阻道 大叔这是我们的猎物 强怪可是不道德 仔绒瞥了眼史莱姆 看着他可怜巴巴的眼神 他的眼神立刻寒光大方 他带起兜帽朝着二人走去 大叔你难道想和我们动手吗 法师顿感熟悉 这家伙的造型好眼熟啊 见男主不停下 新人战士立刻上前推了男主一笔 可男主此刻却一言不发 下一秒仔绒邪魅一笑 因为主动攻击玩家 系统给予新手战士鸿鸣惩罚 仔绒借此机会 躺在地上麦子 林子的兄弟们都出来 我人没了 官网的涂宰魔就在我面前啊 下一瞬数千双眼睛朝着生源处望来 那种对活动奖励的渴望 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红灵战士刚要狡辩 仔绒已经带着史莱姆逃之夭夭 新人法师的头脑终于清晰 我就说这黑袍男人怎么这么掩饰 他就是光光挂着的新人涂宰模样 可等他意识到已经晚了 整个悬崖边缘突然因为争执 爆发出了血蓝的火光 另一头 仔绒带着史莱姆逃入森林深处 小家伙你现在终于安全了 你的伤口应该会自动恢复 结果这是痰窗提示 恭喜拯救史莱姆 林与史莱姆种族清历度达到最大值 获得称号史莱姆之友 意料之中 毕竟仔绒在史莱姆栖地 干掉了一千多名新生 正当仔绒疑惑 获得了只有一级的史莱姆种族的清历度 有什么作用 结果痰窗再次提示 可信性累计抵达最低值 林与史莱姆达成协作关系 可以消耗可信性来帮助史莱姆族群 帮助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盯着史莱姆的信息窗口 思索片刻 再看了看自己的一千零二十五点的可信性数字 他的心中突然萌发出了邪恶的想法 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疯狂了 所谓的可信性居然可以这么使用 下一秒载容点击确定 将一千零二十五点可信性全部使用 以角色隐藏职业乱世的放浪者为媒介 然后将所有可信性一口气注入到史莱姆的身体内 下一瞬直冲苍穹的金光照亮了整片森林 弹窗提示 史莱姆整个种族的基础能力只已完成变更 新手存所有史莱姆等级提升至15级 新手将一千属性点注入史莱姆体内 却把一级新手怪全体改造成了15级 只因男人觉醒了游戏史上最强隐藏职业 只需不停击杀新手 他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可信点 最终借此数值改变游戏原本的设定 而两天时间载容猎杀了一千多名新手 结果他却将一千零二十五点可信性全部锁好 最后强化出一千多只史莱姆帮他打工 只为等可信点积攒到一万时 他就能解锁史无前例的成就 并且领取到隐藏职业的奖励宝箱 据说宝箱中藏有最为邪恶的魔界领袖 要知道野怪是游戏中必不可少的存在 新手怪通俗来说就是新手练习的魔刀石 然而一级新手的血量是100点 可15级的史莱姆却拥有150点攻击力 第一次登陆游戏的心愿 总想着过去调戏一份 毕竟新手眼里的史莱姆 是练刀的最佳对象 谁知其貌不扬的史莱姆却丧心病狂 一级新手只是被史莱姆摸了一下 当场就领了河饭 过了24小时的登陆限制惩罚 从此整个新手村乱成一种 猎人和猎物的身份永久转换 被围攻的不再是史莱姆 而是新人玩家 但这却是男主最想看到的场景 因为只要自己强化的史莱姆击杀一名新人玩家 他的可信性就有一点进展 而且被可信性强化的缘故 原本只有受伤后才会攻击玩家的史莱姆 此刻却主动开始狩猎起了新人 而史莱姆的攻击特性都会因被强化而转变 于是仔绒开始思索 那么自己的可信性顾名思义 难道就是推翻游戏可能性的数值吗 或许这个能力要比他想象中复杂 可转念一下 这不就是我在游戏里的乐趣吗 仅仅两个小时 被他强化的史莱姆 就击杀了3000多名新人 同时3000多点的可信性入场 这效率整整是仔绒之前的四倍 看来干掉新手的任务 是想告诉我要不断强化史莱姆 然后靠他们获得大量可信性吗 可当仔绒想再次使用可信性来强化史莱姆时 系统却突然提示强化失败 算了如今的效率也挺高 所以小家伙们 替我搬砖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与此同时 阿卡迪亚的剧情策划组终于炸了 但组长坚信 阿卡迪亚内的情况绝对不是系统的失误 毕竟这可是现代超尖端技术计算出来的事件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 所以他决定亲自上线确认 三级权限已确认 全民函专务身份认证成功 预许进入 而组长进入的并不是阿卡迪亚游戏事件 而是来询问游戏的AI智脑中枢爱丽丝 另一头仔绒登录游戏 准备上线看看自己的收服 结果却发现史莱姆森林空无一人 弹窗提示 累计猎杀的新手数量9640人 仔绒对结果显然不满 估计是网络上都在传新手村很危险 甚至还因此招来了15级以上的冒险家 来新手村狩猎史莱姆 总而言之 是红利消失了 虽然数值增长变慢 但还没有完全停止 直到仔绒的猎杀数值抵达1万整 弹充提示恭喜消灭1万名新手 获得称号新手涂宰国 恭喜您超出设定任务的奖励范围 提前结算中期奖励宝箱 还有这好事 赶紧打开看看宝箱有什么 随着仔绒点击领取宝箱后 黑暗力量突然从宝箱中蹦步 极度恐怖的威压扑面而来 随着一抹黑点的出现 周围的空间开始崩裂瓦解 难道奖励就是这颗黑球吗 只见黑球中心出现一道裂缝 下一瞬裂缝将黑球撕裂 毁灭之力朝着四周扩散 弹窗提示中期奖励已结算 恭喜你获得模式 只见一道恶魔蓄影从裂缝中诞生 那种与生俱来的杀意让人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低沉沙哑的嗓音 掩盖不住脸上的邪恶与脚侠 你是谁 居然敢召唤我 仔绒全身上下的细胞变得喜悦 如此压迫感我究竟召唤出了什么东西 看到恶魔的ID后仔绒痛苦咒索 来者竟然是混沌的君主魔王撒旦 撒旦收敛气息邪魅一笑 果然是召唤不出我的完全体 但也凑合 只用这点力量也够那些天使混蛋灭绝 可等撒旦看清眼前的人类后 空气却突然安静 什么鬼啊 我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如此矮小简直是在侮辱我这魔王 撒旦不知道的是 这次的召唤将改变他的命 仔绒也摸不着头脑 我只是开了个游戏宝箱 就把你领取出来了 而且游戏说你是召唤来的魔使 撒旦瞠目结舌 我堂堂魔王居然被地劫契约成了一个魔使 这个疯子居然不和我商量一下 就把我强制扔过来 魔剑还有一大堆事情等我处理 仔绒打量着眼前抓狂的恶魔 这家伙是真的魔王撒旦吗 只见撒旦嘟囔着 都快要结束了还搞这种事情 够无语的 人类你听好了 无论如何 本座现在被强制契约攻你驱使 接下来有段时间要和你一起行动 既来之则安之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 这时撒旦突然感知到了仔绒的能力 立刻兴致勃勃打量起了他 转到了转到了 小子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仔绒也很明明 此时残疮提示 您可以消耗可信性发挥魔使的力量 但请注意别被恶魔欺骗利用 撒旦开始与仔绒谈判 你拥有推翻法则的力量 如果愿意给我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仔绒突然联想到了可信性 难道这家伙很渴望这个数值吗 而且他说的可以推翻法则 可信性居然还有此妙用 撒旦胸有成竹道 反正你一个人类使用这股力量是有限度的 结合撒旦的话语 确实如他所说 将一级史莱姆种族全员强化成15级 某种意义上也是推翻法则 但我后续想再次强化史莱姆他们 却无法更进一步 而且就连魔王级别的人物都垂涎了数值 看来可信性是个特别的要素 如果我把可信性给你 你能为我做到什么 只见撒旦随手一挥 展开了一则古朴文路组成的模仿阵 下一秒 紫黑色的斗篷凭空出现 弹窗提示 150级装备纳尔加尔的叹息 能够保护使用者免受致命一击 疯了 真疯了 国服比其他服务器晚开服 要知道等级榜全球第一不过才50级 而且我因为转值没有等级系统 说不定还装配不了这东西 可撒旦却理解成了 果然这点东西满足不了你 毕竟你是和魔王递节契约的人类 这时仔绒脑中灵光一闪 自己虽然不需要装备 但自己目前还有个难题 你能帮我强化怪物吗 撒旦很适宜 我都魔王了 你还要强化什么怪物 史莱姆 你能帮我强化史莱姆吗 太掉价了吧 你这个人类 玄机撒旦癫狂大笑 真是个活久见的疯子 本作的字典里就没有做不到三个字 所以你打算付多少可信性给我 奸商载容斜肩产效 我要全部缩哈 够爽快 既然如此契约成立 是这一股比先前复杂十倍的远古暗黑法 正在载容脚下展开 团方提示任务干掉新手 更新为任务史莱姆的愤怒 任务时间重置为七天 只见史莱姆森林深处的天空降下毁灭雷体 史莱姆强化成功 以召唤出灵主及怪物史莱姆女王 要知道这只一百级Boss降临的位置 还只是在阿卡迪亚的新手村呢 这是击杀一万名新手爆出的游戏宝像 等男主打开后 却阴差阳错召唤出了魔王撒旦 于是男主将可信典全部缩哈 并且借用恶魔的力量 将一级的史莱姆 强化成了一百级的史莱姆女王 就在玩家们为收割大量史莱姆而沾沾自喜时 只听第一声雷 一面开始分位瓦解 四眼中的史莱姆族群突然暴走 被勾起内心仇恨的他们全足黑化 玩家者们被吓得魂飞破散 只能愣眼巴睁看着无数史莱姆朝着他们逼紧 他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 结果刚刚冲来的史莱姆 却朝着一个方向汇聚 等所有史莱姆抵达指定地点后 却开始全部厌化 只为诞生出能领导种族的伟大君王 全服第一个百级领主及Boss 史莱姆女王由此诞生 与此同时 新手村的全体玩家同时收到一则弹窗 史莱姆是最爱和平的种族 却莫名遭遇玩家的灵怒 无数次的忍耐他们终于爆发 有的刚解除24小时死亡惩罚的玩家 上线却又被送回了家 男主望着因自己而生的史莱姆女王 顿时一头雾水 小蛋你究竟干了啥 我只是让你帮我强化史莱姆 没让你帮我创造爆发 魔王撒旦得意地解释道 我只不过是唤醒他们的复仇之心 居然能产生如此效果 创造君主也是他们的自发行为 而你赠予我的8000多点可信性 我分给史莱姆种族的还不到3000 宰容闭口不言心中暗道 只是这点的可信性 就能让一个不起眼的种族 进化到这种程度 看来这便是可信性真正的强大之处 而整个新手村因为史莱姆女王的出现 所有人被迫陷入抵抗史莱姆狂逃的狂战 这是新手村全体王家收到同一则任务 主线任务萌动的遗忘之案 启动关联任务史莱姆的愤怒 而任务的胜利条件是守护新手村 并且击倒史莱姆女王 时间七天 各是新手村的守护士被捕 则视为任务失败 那么新手村将被永久摧毁 渴望着全服第一个百级领主急报 新手们无疑不是毛骨悚然 可看着兵荒马乱的新手村 男主宰容却决定按兵不动 结果撒旦提醒道 只要主人悄悄去把守护士摧毁 那么事情不就全都结束了吗 结果宰容的回应却是在看看情况 撒旦开始脑补 难道你是想在倒计时的最后一刻 再去打破水晶吗 这家伙差点有我一半邪恶 其实不然 因为自从史莱姆女王出现后 宰容的系统弹窗就没停过 恭喜名击杀一名新手 获得一点可信心 才短短几分钟 他就不知道累计了多少可信心 不过宰容也该做出决定 所以玩家和怪物之间 到底站在哪边 才能获得更多好处 此时官方的内部的人员 正坐在会议室观看这场战役 而100级的史莱姆女王 她的技能有君主的咆哮 以及从未展示过的跳跃 但她的特性 却是源源不断制造出厌恶玩家的同组 部长当即震怒 应该立刻下架服务器 而且100级的怪物 怎么可能出现在新手村里 就连首席设计师 都说甚至没设计过这个怪物 我们必须向总公司发起抗议 他们方人不管的策略 就是滥用职权的行为 部长陷入沉思 先是主线剧情突然被触罚 接着是莫名其妙的涂载魔人物 最后史莱姆的愤怒 还成了新手村存亡的攻坚战 难道这真的不是吧 而是被某个玩家的行为触发的吗 毕竟阿尔卡迪亚 本身就是个无限可能性的游戏 一句话瞬间让所有组长陷入沉思 毕竟从生成日志的研讨情况来看 任务的触发十分合理 所以部长决定 无论这个任务存在怎么样的惩罚 或许也是致脑爱丽丝合理计算的结果 然而在攻坚史莱姆的战场上 有的玩家阴差阳错保护了一名NPC卫兵 却触发了隐藏职业守护者的转职任务 看来史莱姆的愤怒 带来的不只是恐惧 还有许多隐藏的财富 而达成转职觉醒的条件 那时让史莱姆女王不再肆虐 就这样 攻坚战持续了三天三夜 而限时七天的任务 时间也过去了一半 有的新人被史莱姆虐到退友 但国服中也有高手 那些高等级的玩家们听到传闻 纷纷参与到了攻坚战中 高等级玩家建立了特别行动小组 当角色狩猎超过一万只史莱姆时 头上将顶着最耀眼的绿色称号 史莱姆凌辱者 将对史莱姆造成40%的额外伤害 还有30%的伤害敏 随着接二连三的玩家获得称号 史莱姆们开始落入了下风 而新人玩家们看到了希望 又重新上号加入了战场 玩家们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一丝鼠光 然而躲在暗处隔岸关火的男主 此刻却累积到了恐怖的可信念 弹窗显示 名义累计消灭了32576名星手 此刻任务时间却还剩一天半 就连撒旦都忍不住夸赞的 消灭了3万人 还真是场大战了 不错不错 如此邪恶的人类玩家 才配成为魔王的契约地截指 而看了眼剩余的两万多点可信心 男主陷入沉思 接下来我又该如何收益最大话 撒旦说的没错 如果再继续袖手旁观 人类玩家估计就胜利了 思索片刻后 男主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如果这样的话可就没意思 于是宰戎再次穿戴披风 拧藏身份 撒旦注意到了披风上的血子 这家伙以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然而宰戎却自言自语道 无论如何都要站一边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我不再隔岸光复 而是要站在史莱姆这边 他的心里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只有这样我才能收益最大话 与此同时 部长来到了阿卡迪亚游戏的总公司 请您停止攻坚战任务 李美颜社长 拜托您了 显然李美颜社长没有答应 因为新手村的史莱姆攻坚战 已经迎来的尾声 村里一只史莱姆的身影都没有 而距离攻坚战结束 仅剩十几分钟 毕竟他们一周的时间 都没能突破 国服高手组成的防线 最后十几分钟 不可能有奇迹发生 而且再过十分钟 我就能转职成隐藏职业守护者了 然而就在距离攻坚战 刚好十分零秒的时候 新手村的天空顿时被血色浸染 血色天空是不祥的征兆 而男主宰戎却在此刻黑袍登场 那么史莱姆女王 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所以请问 宰戎要怎么做 才能将他的可信点的收益最大化 这是没数万人舍命守护的游戏水晶 却被男主潜入后悄悄打碎 当新手村惨遭史莱姆狂暴入侵时 男主却选择格案官 开始计算如何将利益最大化 只因他的任务与普通玩家截然相反 别人的任务是守护新手村击杀史莱姆 而他的任务却是破坏守护水晶 击杀新人玩家 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数值可观的可信 然而就在任务倒计时还剩十分钟时 玩家们眼看着这场保卫战就要迎来胜利 结果新手村的天空突然被血色尽人 主宰戎此刻黑袍登场 那么史莱姆女王 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而在此情的七天里 宰戎靠史莱姆发动的攻坚战 躺着收获了一万点可信点 但这些显然满足不了他的野心 于是他将最后的赌 压在一百级领主boss史莱姆女王的身上 妄图完成最后的收割 接下来的十分钟 所有新手只能在极度恐惧中度 但凡史莱姆女王怒火之死 都有一大片新人玩家应生死亡 他时不时还会分裂一些史莱姆士兵 参与对新人玩家的虐杀中 那种对死亡的恐惧终于在新手心底爆发 也有勇士企图唤醒大家的战斗意志 结果话才说一半 就被史莱姆女王 把掌活活拍死 但史莱姆女王也不是完全无敌 国服最强的冒险者打开全部麦娜 大家只要再坚持五分钟 攻坚战就结束了 新人们一听似乎有点道理 因为只要拉住史莱姆女王的仇恨 不让她去破坏守护水晶 这场战役就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在国服第一的鼓舞下 新人玩家开始呐喊 即便舍命我们也要对得起 这七天来的努力 接下来新人们整齐华裔妄图 用人海战士 挡住史莱姆女王的前进 随之伤亡的玩家数不胜数 直到攻坚战任务还剩最后十年 史莱姆女王也没能抵达守护水晶的破坏范围 逆之下殃及驰鱼 数千名玩家被女王一巴掌拍掉鞋 然而攻坚战还剩最后七秒 国服第一决定出手 只见她将所有蓝量耗空 把所有伤害加持到手中的巨剑中 紧接着跃向史莱姆女王的头顶 可下一秒女王随便打开的护盾 就把她狠狠震飞 但此刻倒计时还剩三秒 国服第一得逞大笑 我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新手村不可能永久摧毁 重伤残血的国服第一掉落在水晶底座边 最后一秒了 绝不可能有奇迹发生 不料半秒后守护水晶突然崩裂 她瞳孔咒扭头望去 只见一个黑袍玩家将剑狠狠插入水晶 这一幕她永生难忘 结果男主宰容却剑嗖嗖地解释道 不好意思我守华了 此刻全服通知 村庄的守护石被破坏 守护任务失败 新手村将被永久摧毁 国服第一顿赶脸色煞白 她怎么都想不到会是这种结局 仔绒拔出巨剑完成任务后感叹道 幸亏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积攒可信点的机会 等其他玩家感到已经晚了 黑袍玩家站在破碎的水晶台上 似乎是在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 不出所料 仔绒被接二连三的垃圾话问候 可他对此却轻蔑一笑 怎么现在还有心情说这些话呀 弹窗提示新手村已被永久摧毁 随后史莱姆女王身体化成一颗紫黑色光球在天空炸开 无数年夜洒在了新手村的每一个角落 而掉落的绿色年夜却缓缓飘向了空中 渐渐地汇聚成一颗又一颗的球状物 这些年夜该不是要凝聚成史莱姆吧 要知道新手村内不可能会刷怪 只见三道粗如电网的雷霆披向新手村 年夜弹开的瞬间 三只八十级的巨型史莱姆被原地刷新 弹窗提示曾经被玩家轻视的史莱姆们 在与人类展开的残酷斗争中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成功将所有人类驱逐 下一秒八十级的史莱姆们放声嘶吼 但史莱姆的生成还没结束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军王 一百级领主boss 史莱姆女王生成完毕 就连载容看了都不禁夸赞太酷了 此时此刻 新手村不再是人类的领地 而是完全变更成了史莱姆的领地 与此同时所有玩家收到通知 明已进入八十级的狩猎场 请万事小心 结果还没等这些一到十五级的玩家退出领地 他们就被八十级史莱姆士兵包围等待处决 完事后史莱姆准备下线补降 可却听到身后史莱姆哼哼唧唧的声音 史莱姆女王首当其冲将恩人拥入怀中 史莱姆感觉自己像是撞到了棉花糖式的十分柔软 紧接着一坨又一坨的史莱姆将史莱姆淹没 他们毫不吝啬地表达着感激之情 史莱姆女王带领全部族人 纷纷扑扑在史莱姆面前 他们用最尊贵的礼 向史莱表以最诚挚的感谢 弹窗提示 获得称号史莱姆拯救者 获得奖励史莱姆的皇冠 紫荣蒙圈了 这皇冠有啥用呢 下一秒弹窗解释了他的意 恭喜获得2413点可信心 而佩戴了王冠的紫荣 还获得了水属性力加十智力加五物抗加五的奖励 但他在下线前 隐藏了这些成就称号 这要是被人看见岂不是成了全服功底 与史莱姆女王告别后 紫荣决定带着魔王撒旦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然后狠狠耗他一笔可信 次日阿尔卡迪亚新手村被毁登上电竞新闻 顿时引来无数玩家疯狂吐槽 而最伤心的 还是那个触发守护者转职任务的玩家 可宰荣却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合理 我也不过是根据游戏的引导做出行动吧 毕竟我的职业是乱世的放浪者 本就是为了破坏游戏平衡而存在 地结契约的生物又是恶魔君主撒旦 而闹出的风浪越大 我得到的可信性的点数也就越多了 随着新手村被毁的事件越闹越大 一些用户很快就找了代替新手村的地理 一个名为米哈尔男爵领地的区域 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导致所有新人玩家 全部都集中到了这里发展 等载容到男爵领地却发现 这里的NPC交易区十分繁荣 NPC匠人特别多 多到连矿石都供不应求 看到商机的载容 立刻寻到NPC铁匠 并且接下了一个繁琐的挖矿任务 撒旦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 阿猫阿狗都能接到的任务 结果仔龙却提示他看盘周围 这个城市因为新人玩家的有助 铁匠从业者多得要命 为了快速获得经验 大家都去当了铁匠学徒 导致没有新人愿意去做这 吃力不讨好的采矿任务 做矿石供不应求 小蛋 你猜一周后会怎么样 走吧小蛋 我带你去赚点小钱 顺便还掉我游戏仓的分期代款 甚至还能从中间狠狠赚他一品 售价10枚铜币的铁矿 却是男主在虚拟游戏中 发家致富的开始 只因在虚拟游戏中开采的矿石 能用金银铜币完成交易 虚拟游戏中的一枚金币 就等于5万人民的比 而阿卡迪亚这款游戏的经济结构 与现实大同效 无非是生产消费供给需求 以及货物流通 甚至游戏中每一座城镇的资源 和特产都各不相同 货物的行情也会随着时间瞬息万倍 可在阿卡迪亚中最抢手的 却是默默无闻的铁矿石 它的价格一日千斤 二倍的上涨率 让人知道多少铁匠的锻造手艺失传 而这一切的起源便是男主宰 原来新手村被毁厚 数以万计的低等级新手 无奈涌入米哈尔领地 一时间整个游戏商业界 因为他们的到来彭壁生辉 原本只有NPC铁匠的一座城镇 却在短短一周时间 竟多了数以千计的铁匠学徒 然而最恐怖的还不止如此 铁匠学徒不仅全部都是新人玩家转之而来 人人都抱着成为神匠的军心 可却摆摊售卖粗制滥造的武器 靠的只有那一张喜欢虚假宣传的字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原本售卖十枚铜币的铁矿 如今却被炒到了二十铜币一枚 也有的玩家表示为何不去挖矿拿来买 立刻就遭到了半吊子铁匠的嘲讽 先不说从矿山回程的路途就要两个小时 而且挖铁矿的暴率还低到怀疑人生 总而言之不如让别人挖矿 自己修理装备 既能提升既能熟练还能获得大量经验 而自己去采矿才是低性价比的行为 所以就没有玩家愿意接挖矿任务 因为他唯一的奖励就只是提升与铁匠的好感 而男主宰容却从中嗅到了天大的商机 只因他在路边无意间听到了铁匠NPC间的谈话 最近领主大人下达了矿式开采量的要求 即便我们不眠不休也没办法达成指标吧 说不定我可以借此大赚一笔 每次看到仔绒露出邪笑 撒旦就知道他估计是要搞事了 只见仔绒皮笑若不笑地走到两位铁匠面前 说不定我能帮两位解决这个问题呢 此刻米哈尔男爵府中 男爵坐在办公桌面前苦思冥想 却怎么也想不通 一夜之间铁矿会涨到15枚铜笔 这样下去城镇的铁匠们就少了大半的利用 甚至可能出现亏本锻造的情况 而此外来市场上流通的将不再是优质装本 而是铁匠学徒粗制滥造的低级武器 或许得采取一些对策才行 然而铁匠一听仔绒愿意接挖矿任务 立刻就给他安排20枚铁矿的指标链上 当仔绒马不停蹄地来到彼岸山矿路 却带着魔王撒旦走路矿道隐蔽的最深处 撒旦满脸质疑道 主人这样真的可以吗 而且居然花8000可信息 让我来做这样没有意义的事情 在仔绒极不可耐的催促下 弹窗提示武器兑换成功 获得装备魔窟的破坏者 他的特殊技能是可以加速采矿 并且大幅度提高采集率 有概率开采出稀有矿石 当男主开始的那一刻 他渴望发家致富的决心却被全面计划 不得不说魔窟的破坏者威力惊人 效率极高 获得矿石的弹窗 顿时刷平了整个矿度 不到三小时 仔绒的采矿技能就升至最高的一级 增强了10点角色体力不少 采采速度和采矿成功率还成倍上升 关键的是能感知到隐藏的矿物 直到挖矿两天半 仔绒终于采出了1000多枚铁矿 100多枚银矿 10枚金矿 以及为数不多的稀有矿石 然而拥有这些矿石 只是仔绒发家致富的第二步 因为最关键的第三步 却是眼下正在为采矿率烦恼的米哈尔男爵 领主大人若是无法供应足够的铁 铁匠工坊可能随时面临倒闭 其他大陆的商团 或许会因为武器品质低劣不再与我们合作 在各大负责人看来 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大量新人转职成为铁匠 毕竟铁匠学徒变多了 矿工的数量却没变 这才是城镇里的核心问题 正当男爵苦恼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经济十万火急冲入会议室里禀告 男爵也很疑惑外面怎么那么热闹 原来在男爵府邸的大门口 数以千计的矿石垒成了一堆小山 铁矿金矿银矿 居然还有稀有的魔金矿 仔绒故意将这些矿石全部卖给了男爵府 挖矿三天 他一共收获了三枚金币十枚银币 换算下来 一共五十万人民的币 若是不眠不休挖矿 一个月大概是五百万人民的币 这样的效率还不足以满足仔绒的野心 毕竟自己分期买下的游戏仓就价值一千万 这样起码得挖两个月的矿才能还上 而想要用快速敛财的手段 还得准备一些东西 结果下一秒 NPC男爵就主动找到了仔绒 两人还没开口说话 仔绒就获得了男爵的好感 仔绒埋头偷笑 看来男爵终于上钩了 你好尊贵的男爵 请问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男爵自我介绍道 我叫米哈埃尔是这座城镇的林子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跟我喝杯茶如何 谈中提示是否接受男爵的邀请 接下来就是和NPC男爵的谈判时间了 而男爵一听 仔绒才花三天 做完成了数千枚矿石的开采 着实是大吃一惊 很快男爵给仔绒盖数了一天 目前城镇的铁矿工不应求的经济问题 仔绒心知肚明 但还是认真听着NPC男爵的讲述 因为等他讲完一定会触发某种任务 迫不其然弹窗来了 仔绒要等的就是这个 任务领主的苦恼 请帮助领主增加矿工数量 并提高矿物的开采量 仔绒果断点击接受任务 随后他拍了拍胸扶成肯高 男爵大人 我正是为解决城镇矿石供给的问题而来 但我需要先去做一些准备 快的话 或许明天就能出现成效了 完成以上的四步 仔绒算是把发家致富做成了一大板 但接下来仔绒要做的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 领主的苦恼几乎不可能解决 但阿尔卡迪亚终究是款游戏 而单纯劳动又不挣钱的挖矿工作 玩家肯定坚决不做 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玩家们的认知 于是仔绒开设了一个名为 破坏者的日常视频账号 这个视频发出去 我就不信没有玩家上钩 所以宝子们能猜到 仔绒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吗 玩家赠予NPC一张项目计划书 却因此拿到游戏矿场10%的年利润 结果这份计划书只说了四个办法 不但让领主获得了大量免费的矿工 从被提高了矿物的开采 原来是单纯劳动又不挣钱的挖矿工作 没有新人愿意去做 导致整个城镇的铁矿石功不应求 于是嗅到商机的男主 却绞尽脑汁想到了四个办法 只需愿者上钩 他便可以躺着就证他的盆满钵满 首先仔绒需要先改变玩家们对挖矿的认知 于是他开设了一个名为破坏者的日常视频账号 忽不意料的是 账号的第一条视频就冲上了游戏区的热门 只应简短的一句话 你其实也可以靠阿尔卡迪亚赚钱 而视频打开的第一幕 就是比岸山矿洞内部 这个地点就没有新人玩家不熟悉了 紧接着仔绒亮出了三天正道的收益 十几枚金币让观众们望眼欲穿 要知道游戏中的十枚金币 就价值五十万人民的币 新手们注意听了 刚开始你们的开采技能是FG 仅一个小时就能采出二十个铁框 也就是四百铜币 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开采技能提高 这样一来不仅效率得到提升 还有机会挖到稀有矿石 如今拥有A级开采的我 每天都会固定掉落一颗稀有矿 稀有矿石登场 立刻勾住了新手玩家们的魂 接下来无聊的挖矿时间就跳过吧 最后将矿石卖给NPC商人 然后今天一天收入就有一枚金币 八十二枚银币 也就是十三万 版主简短的几句话 顿时点燃了人们内心的欲望 就连刚刚准备汽油的同学 此刻像是魔阵一般着急上线 网络上立刻因此掀起轩然大波 实际上视频展示出的挖矿效率 是因为仔绒从撒旦那边兑换了作弊装备 这才得以实现 但在他巧妙的剪辑中 隐藏了这些事实 显得挣钱如此轻而易举 当天下午 整个城镇的所有铁岛 就被新人玩家们一扫空 大家整齐华衣戴上装备 就往矿洞冲 见到这一幕的男爵笑得合不拢 原本九头牛都拉不动的玩家 居然这么着急前往矿山 所以德克斯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呀 仔绒不值一提到 我不过是点燃了他们的原始欲望吧 毕竟 冒险家们都是金钱主义的走狗 当然了男爵大人你还别高兴得太走 还需要三个过程 他们才能自愿留在矿洞工里驱使 首先给矿工的底薪降到最低水平 并且赋予他们一定的矿物抽成 这样就可以筛选掉那些烂鱼冲术的晚安 NPC男爵顿杆 替呼灌顶居然还有这种版本 仔绒随口的试探 没想到男爵连基本的经济概念都不懂 可男爵又有一个疑惑 那即便如此 铁矿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甚至涨了一倍要20铜币 仔绒却让男爵无需烦恼 反正即使价格再高 该买的人还是会买 实际上对那些锻造大师来说 即便是20铜币一块铁矿 利润依旧十分可观 他们甚至都没有因为原料涨价而涨价 倘若是有人还觉得价格太高 那么他们想用就他们自己去挖好了 谁口可就谁去挖紧 这不是理所应当吗 男爵听后像是打通任多二脉 商业里居然还有这样的门道 若不是你是冒险家 我还想聘请你来当我的财务官呢 然而仔绒为此铺垫了这么多 等的就是男爵开口想要奖励他的奇迹 下一条仔绒将提前写好的卷轴摆上台面 男爵端向着卷轴一头雾水 大人这是我撰写的项目计划书 您打开看看帮你满意 要知道一个人能带来收益十分有限 那么要如何突破这个上限呢 很简单 那就是在个人之上统领群体 如果男爵大人愿意将矿场年收入的10%赠入 我就将这个项目的所有权 以及管理方法完完整整地交给你 看着城镇中对挖矿的热情 公爵没理由不答应 撒旦却很好奇 项目计划书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啊 可载绒却形象的比喻 上山容易下山难 所谓采矿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普通玩家一小时最多挖到十枚铁矿 而我之所以能挖到稀有矿石 但是有魔术的破坏者装备加持 撒旦秒懂 你这不是挖坑给新人跳吗 可新手凭什么要浪费时间给你挖矿啊 当然 留住他们的方法也是有的 那就是售卖矿山的入场券 而穷人穷的只剩下时间了 所有没钱买入场券的 也可以将挖出的矿物拿取还款 而入场券的价格大概是一金币 撒旦一听顿敢头皮发麻 这么贵的门槛谁会买啊 不竟然 毕竟我放出去的消息是 挖矿就像是在地上捡钱一样简单 所以我不担心他们不愿意高位入场 崽容顿时露出一抹邪小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坐享气场了呀 魔王撒旦只感觉眼前的崽容 才是名副其实的魔王 而此敲诈了别人却没有一顶负罪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家伙才配当我主人啊 可崽容没想到的是 尼哈尔男爵比他还要惨 一名新人玩家看到崽容的视频后 立刻赶到矿洞 却被守卫一板拦了下来 你不知道来挖矿要入场券的吗 少年一脸懵圈 这视频里怎么都没提过这场 难道是矿洞的情况有变化吗 结果NPC守卫道德绑架道 你们这些冒险家对这个矿山开发 有过一点贡献吗 不劳动者不得使 支付使用税不是应该的吗 好像有点道理 请问这个入场券是什么价格呀 不贵不贵一个月才三十金币而已 男孩吓得胆恋魂飞 三十金币相当于一天五万使用费 关键是交不起啊 难道一夜暴富的美梦就这么化为泡影了吗 守卫顿时看穿男孩的心思 他悄悄露出一丝邪笑安慰道 少年别灰心 看你身上的装备就知道你不富裕 但我们领主大人给你这种人推出了一个制度 好像叫做先用后服 具体情况你可以去咨询中心问我 咨询中心的NPC客服貌美如花 顿时降低了少年的心理防线 看着走向咨询中心的少年 NPC守卫就像是看到了少年 一去不复返的未来 此时矿场主不断传来铁岛的敲击声 众人祈求上天能爆出一枚稀有矿石 这样就能早日还清入场费 NPC客服露出一亩怪小 没想到这些玩家会甘愿来当奴隶 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的方案 肯定不是领主大人能想到的 总之想到这个方案的人 简直就是一名行走的恶魔呀 此时仔绒那头弹窗提示 日开采量一万枚铁矿达成 任务领主的苦恼已完成 请找到领主领取任务相关奖励 仔绒也很疑惑 怎么比我想象中的还快 但眼下仔绒还没空铃井 因为撒旦带他来到了彼岸山深处 这里竟然存有一个远古的遗迹 周围的石头看上去荒废了很久 但这个铁门却依旧赠光瓦亮 难道门上有魔法加持 所以门后究竟潜藏的什么秘密 就连魔王撒旦都对此兴致勃勃 男孩在虚拟游戏中挖矿 却阴差阳错挖到一口棺材 可任凭他怎样都先不开 结果魔王却说棺盖也是稀有矿物 于是贪财男孩把棺盖当成矿石给挖了 随后魔王指着诗海说道 他脖子的项链才是整个矿洞中最珍贵的道具 就在男孩拾取到项链的下一名 游戏弹窗提示恭喜您拾取到了天界奖牌 神圣的气息将净化您体内的杂志 随着圣光涌入男主宰容的体内 唯一的事情却发生了 原来是撒旦无意间寻到彼岸山下的远古遗迹 可这里看着明明荒废了许久 遗迹的大门却如此赠光瓦亮 难道门上有魔法加持吗 所以门后究竟潜藏着什么秘密 就连魔王撒旦都对此兴致勃勃 正当宰容触摸大门的瞬间 门上的封印魔法随之开启 寒窗提示 您可以消费一万五千可信典解除封印 面对未知宰容毫不吝止 可信典此时不用更待合适 可信典消耗完毕 游戏官方那头却炸了波 致脑发来警告 有用户提前入侵了彼岸山遗迹 所以相关的693件任务都将遭到污染 原来彼岸山是第一位天使降临阿尔卡迪亚时的位置 曾经也是宏伟天界的入口 为了保护遗迹 周围生成了矿脉转移注意力 但如今遗迹的入口被玩家提前打开 最终的后果便是会污染未来的神话级任务 第二次圣魔大战 圣魔大战便是天使与恶魔在阿尔卡迪亚的舞台上 而在第一次的圣魔大战中 若不是世界术的救主 阿尔卡迪亚绝对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幸存 反观此刻宰戎走进遗迹准备寻宝探险 走吧主人 让我们将洞里的财宝全部掏空 所以撒旦 你的意思是说宝藏在这幅光果里面吗 因为遗迹里几乎啥都没有 唯独祭坛处的光果看着可以 所以小旦我们该如何打开它 就这样两人掀了有十分钟 光果竟然纹丝不动 这上面什么静止都没有 唯独是因为光盖重量太大 宰戎只是个新人玩家 力量点远远不够啊 结果魔王却说光盖也是稀有矿物 于是贪财的宰戎立刻戴上护目镜 然后取出魔窟的破坏者 自然是想把挖矿的那套用在打开光盖上 随着钻头与光盖间发出剧烈爆弹 砰的一身光盖碎裂 弹冲却提示明破坏了无人知晓的腐带文物 天界的存在能看到玩家的行为感到惊恶不如 你与天界的好感度降至最低 获得称号文物的破坏犯 可等仔绒看清观中之物后却一脸嫌弃 里面的骷髅身上除了件破衣服外 也就只有脖子带了个项链 哪里像有什么天大的宝藏 撒旦指着诗涵说道 主人你有所不知 他脖子上的项链才是整个矿洞中最珍贵的道具 就在仔绒拾取到项链的下一秒 游戏弹窗提示 恭喜您拾取到了荣光闪耀的天界奖牌 神圣的气息将进化您体内的杂志 随着圣光拼命涌入仔绒体内 天界奖牌中的神圣虚影却变得愈发凝视 直到虚影的五官清晰 无比先前更强的圣系能量向四周席卷 魔王撒旦只感觉自己要被圣光撕裂 仔绒就像沐浴阳光般温暖 可虚影刚要赋予仔绒隐藏职业伟大的先知者是 仔绒的胸口却燃起了一条火焰 似乎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此时游戏发出警告 明非圣系玩家系统发生致命错误 装备将暂时停用 阿尔凯迪亚虚拟现实公司 将优先为您修复吧 仔绒被惊出一身冷汗 看来是我原本的隐藏职业与他排斥 反正游戏公司也会帮我解决的 但现在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如今的行为在现实中被称为盗诀 更是被发现蛛丝马迹 我在游戏世界可能混不下去 所以小蛋你谨记 做事一定要把尾巴处理干净 似着仔绒取出魔窟的破坏者 撒旦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你难道是想将这里全部毁掉吗 仔绒露出和善的威想 紧接着矿矿一蹲乱钻 这样或许就没问题了 最后只要把入口给他堵死就完美了 撒旦看的是木凳口袋 要不说你是我主人呢 事后仔绒来到米哈尔男爵府邸 准备找男爵领取任务奖励 仔绒的到来让男爵兴奋不已 因为男爵未来一年都不用担心矿工不足了 和他签约的矿工足足有一万人 而且我还要抽取他们三成的矿物收益 你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呢 其实仔绒只是看了些无良企业的新闻 这才得到的灵感 相比初见NPC男爵时的神态 如今的他 似乎再不如压榨员工的深渊 再拿到男爵244金币的奖励 仔绒也足够将自己分期购买的游戏仓提前还款 结果下一秒男爵却诚挚的邀请到 德克斯你真不打算和我一起开创事业吗 弹窗提示米哈尔男爵的提议 若是答应合伙经营 您可以与男爵享受同样的权利 看着如此吸引人的条件 说实话仔绒有些心动 但仔绒还是以准备游历大陆拒绝 下一秒NPC男爵竟递出一张推荐行 有了这个 你在魔红王国内起码能得到一定的人身保护 而这份信也是任务奖励的一部分 可仔绒却感到疑惑 您说人身安全 难道是王国内有战事发生 男爵直言不会倒 其实最近皇室氛围不太寻常 国王年岁已高 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年龄实在太小 因此王国内激进派为了掌控权力开始四处生事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贝尔亥公爵 这家伙成了激进派的首者 企图让新王成为他的傀儡 更恶心人的是 他在这个接骨眼提出要与邻国开战 根本就不为国家的未来考量 若是你拿着我的推荐信去找波罗肯国爵 他一定会重用你 正当男主决定规避这种剧情时已经晚了 弹窗提示必须任务更新 辅助魔红王国和王室行动 但该任务会根据玩家的行动而改变 而宰荣一看必选任务无法拒绝心都要死了 早知道就不多嘴了 终于宰荣告别了米哈尔男爵 一路上他都在想刚刚触发任务的事 就连撒旦这个恶魔都知道 人类的政治斗争特别麻烦 但宰荣却想要试试 毕竟搅局这种事 才能让我获得更多的可信点 结果这是弹窗提示 荣光闪耀的天界奖牌能力值得到全面调整 其因以此为媒介 与圣洁天界形成连接 将永久召唤圣洁荣光的圣威 大天使米迦勒将降临缘间 男人从天使尸海取下一条荣耀项链 却意外召唤出了圣洁的荣光 大天使米迦勒 紧接着右下前弧底一千米 从陈锋千年的恶魔石像中 取出了一条影光项链 竟召唤出了混沌的君主魔王撒旦 要知道天使与恶魔自古不共戴天 结果两位首领级别的人物 却同时与男主义人完成永久地狱 不过让宰荣最好奇的是 如果付给天使可信的 他又能给自己提供什么特殊能力 结果神宠与魔宠才刚碰面 就想拼个你死我活 像一千年前圣魔大战一样 先占他的生灵涂炭 然后占他的全球灭亡 男主宰荣家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却还要当天使的床话筒 又要做恶魔的宿苦洞 这两家伙好歹是两族的首领 怎么吵起架来就像是凌家的小孩 原来千年前的圣魔大战中 迦勒与撒旦在彼岸山决一死战 结果天使却将撒旦的腹部洞穿 直到撒旦注意到了天使手中的那柄圣枪 卑鄙的鸡翅混蛋 居然把穆斯贝尔海姆这种级别的圣气带来 而这故事正是宰荣在图书馆里看到 这时米加勒却飞到宰荣身边 我能感知到你所拥有的力量 但可信心这股力量 若是落到卑劣蝙蝠的首领 可是非常危险 所以为了让你不受恶魔的唐一炮弹影响 就让我米加勒成为你的守护天使 引领你走向光明的正当 结果撒旦却听笑了 呵呵愚蠢的鸡翅 我可以以恶魔首领的人格保证 你眼前的证明人类比恶魔还要邪恶 其实宰荣也不得不承认 毕竟乱世的放浪者这个职业 就是要扰乱世界才能变强 所以我在游戏中所做的一切 在不知不觉间偏向了恶的阵营 毕竟我只有这样 才能获取到改变一切规则的可信心 天使米加勒却不这么认为 人性本善 天使的使命便是激发 他们内心潜藏的善意 看米加勒这么主动 撒旦立刻意识到 这家伙目的不准 所以米加勒 我给主人面子让你存在 但可信心你别想奋一杯羹 米加勒真的笑死 有我在你就别想独占主人的可信点 听着二人吵闹的喧嚣 宰荣却叫住了米加勒 小勒你知道无论天使恶魔 这个世界始终奉行的是金钱主义 既然说到了可信心 所以我请问呢 如果我付给你可信点 你能为我提供什么 而有来游王也是天界的常识 天界确实有几个武器可以帮助人类 但宰荣如今的短板是游戏角色的战斗力 所以小勒 你能给我提供战斗能力吗 虽然乱世的放浪者 可以掌握改变规则的可信心 却无法拥有任何攻击手段 角色还不存在等级系统 宰荣所拥有的挖矿潜水等技能 对战斗更是毫无帮助 虽然可以通过撒旦兑换装备 却无法弥补自己战斗弱点 这时米加勒却想到了最佳提升办法 弹窗提示将神技能已生成 您可以通过消耗可信点 临时借用天界王座的力量 这股力量没有上显 但与主人所提供的可信点息息相关 得知用法后 宰荣寄养难耐 当即激发技能将神适时威力 结果下一瞬圣系能量从天而起 就连魔王撒旦都被神圣气息震退击 整片树林被圣光照耀 从灵深处的野怪立刻感知到了敌人的出现 兄弟们随我一起杀过去 米加勒解释道 主人这将神技能 可以借用曾经为天界奋勇杀敌的上古英魂之力 比如光荣骑士帕尔汉 魔导师梅林 神功手帕尔台尔 以及大盗尼尔潘 这不就意味着 宰荣同时拥有了五种职业 这时森林刚好走来了几只半兽人 宰荣左眼圣光大 魔刀时送上门岂有不用的说法 将神启动 宰荣选择的英魂是光荣骑士帕尔汉 他还有一个称号 恶魔的损碎机 因为他剑尖上的恶魔之血从未干过 他盾牌之后挽救过无数生命 恶魔对上他只剩一个下场 那就是在恐惧的折磨中 在一柄携带圣光的巨剑中焚烧尽满 这在将神使出的瞬间 宰荣手中出现了帕尔汉的剑合盾 撒旦眼睛都看直了 因为宰荣手中的这两件武器 没有一个恶魔敢不认识 将神 顾名思义就是把神的力量附在身上 宰荣从撒旦的反应来看 帕尔汉才是恶魔眼中的恶魔 久等了呢 我的魔刀石脉 半兽人脸上露出一丝犹豫 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 这些怪难道都开支了吗 这么挑衅都不傻 难道是这片森林中首领级的怪物 25级的半兽人吗 所以当半兽人首领挥剑批来的下一年 宰荣只是展开了手中的神盾 竟然直接将兽人的巨剑融化 弹窗提示 发动永不退缩的意志 这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 感觉真的很好 大块头 接下来轮到我们俩 独以正义的信念 黎明燃烧的火花 照射天堂 算世间一切非暗 如今的宰荣说是 怕汉清零也不为过 半兽人被圣光下的不死魂赛 宰荣沉醉在力量中难以自拔 你们的脑壳我就收下了 巨剑披下犹如星辰坠落般璀彩 半兽人化成鸡粉挑散 弹窗提示将神技能已解除 开始对持续时间与玩家进行结算 凝消耗了352点克星星 此刻风轻月朗 宰荣散去了附体的圣光 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对上25级的野怪 简直是完全碾压 可刚刚的这一幕 却把米加勒给看保了 虽然使用了将士 但威力也太离谱了呀 人类身躯居然能承受这么强的威力吗 这时米加勒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如此 他嘴角微巧 造物主大人 我终于明白你为何要派我过来了 这个人类 就是那个可以改变世界走向的人 我米加勒 为瞪大双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反观仔绒却一点烦恼 我还以为终于能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 没想到这些怪物 连我一招都挡不住 这个一级新手所释放的剑 却让150级的剑人大势不占而立 原来仔绒在此之前 还是个没有攻击手段的弱机 但大天使米加勒赐予的神技将士 却弥补仔绒战斗时的缺险 将神技能顾名思义 是将远古阴魂生前的力量附着己身 即便仔绒只有一级 也没一件秒杀25级的败寿人首领 对仔绒来说 将神唯一的缺点就是鬼 因为刚才将神时长才5分钟 他就消耗了300多的可信点 万一对上难缠的敌人 可信点的消耗量 简直就是没有尽头的深渊 接着仔绒撇过头 看了眼原本争闹不休的神魔双重 这两个家伙居然还能安心地睡在一起 但我也该睡了 毕竟明天还得去趟魔红王国 执行那个该死的任务 原来魔红王国最近正是不断 国王年岁太高 王子的年龄又实在太小 王国贵族为掌控权力四处生士 最为恶劣的是贝尔亥公爵 他便是这些激进派的领头羊 为了更快瓦解国王 他在这个接骨眼提出要与邻国开战 不就是想吃空粮草和军行 毕竟贵为公爵的他 能够调动整个魔红王国的兵力 而利用地理优势 魔红王国成了各国贸易的疏敏 这里活动着多个巨大的商团 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我请问呢 我带这么多东西来交易 您由我这个副店长来接待 是否满意呢 谁知道我们的商团主 正在与公爵会面 而屋内的公爵正是贝尔亥 崔团主我想你应该猜到了 未来魔红王国会与巨岩王国爆发战争 您贵为GM的商团主 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弊关系 崔智奎其实很清楚 眼前这个时刻准备上位国王的NPC公爵 是能够给自己带来亿万巨款的最佳拍档 原来崔智奎是GM集团会长的小子 但却吃不了基层的骨 但一个职位皇义 这个组织成立的初心当纯是为了金钱 如今让父亲认可他的机会 就摆在崔智奎的面前 所以公爵大人 接下来我们商团会大量购入股 你可得好好帮我和国王谈谈价钱 没问题 我们魔红王国的军饷 我也会最大程度交给GM商会 之所以来找玩家组成的商会帮忙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引起NPC瞩目即可 此刻崔智奎心跳快到了极点 直到贝尔亥公爵走后 崔智奎在父亲面前崛起的机会就到了 眼下的他必须紧快计资 毕竟一个想诈空国库当国王的公爵 百年难得一遇 若是这单生意半程 阿尔卡迪亚整个N国的服务器经纪 可真就仅仅攥在我们GM集团的手里 等着吧父亲 我一定会用这款游戏证明自己的从商天赋 然而此刻的崔智 才刚刚见到波罗肯伯爵 伯爵一脸不屑 就是米哈尔男爵让你找我的 还带了他的推荐信是吗 是的 他说来找您就能得到人身保护 只听斯拉一声 信没拆就被撕成两半 崔智有些不敢置信 波罗肯享受着崔智的愤怒问答 你哈尔让你找我干嘛 崔智嘴角一翘 是要直接问我原因吗 下一秒崔智开怀大笑地反问答 原因什么的 难道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该考虑的吗 眼睛间的话语摩擦出了炫浪 波罗肯伯爵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 你小子对我胃口 不用说我都知道他让你来干嘛 他肯定认为你是个人才 能够阻止两国间的开战 崔智阴阳怪气道 我可不认为我有这种能力 波罗肯读到话语中的意思 听到开战也不惊讶 看来你哈尔男爵很信任你 他已经把大概事情告诉你了 所以德克斯 你想好要怎么阻止两国间的战斗了 思索一番后 崔智给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简单的办法 和一个困难的办法 波罗肯决定先听听简单的 你们不是都说贝尔亥公爵是主犯吗 情贼先情王不就简单了 波罗肯瞬间神色凝重 是说干掉贝尔亥公爵 崔智扑刺一笑 这难道不是最简单的吗 波罗肯都想笑掉大眼 你这等于没说呀 要知道他的贴身护卫 全是大师级以上的骑士和魔法师 如果有人能暗杀掉他 我这个伯爵让他来当都可以 崔智毛遂自荐指了指自己 我来肯定没问题的 波罗肯不是看不起崔智 我想以你的一级的实力 可能连公爵一脚都摸不到吧 结果崔智却自信孝道 大叔请不要以貌取人 这股气势 年轻就是好啊 跟我来吧少年 你的棱角真的太过尖锐 既然有如此自信 那和我对练一手如何 我相信米哈尔对你的判断 所以小子 清零务必 我失望了 战斗的渴望在波罗肯 每一个细胞中站立 我是剑刃大师 但以我的实力 都没把握完成暗杀 崔荣对此的回应只有两个字 将 神 骑士塔帕拉斯 将神成功 一瞬间崔荣身上迸发的杀意 瞬间让伯爵感到不占力 怎么可能 刚刚明明就是个没摸过剑的小子 现在他爆发的气魄 就像是修炼一辈子剑术的人也 崔荣眼神坚毅 扬言要五分钟结束战斗 感颤的伯爵感到心慌 弹窗提示迅影步伐发动 决战之志发动 风之剑已生效 大气之灵完成了宝复 看上去十分轻快的剑锋 再送到伯爵剑身的煞满 犹如一座小山市的众弱千军 崔荣还以为一招就能定胜负 但还是被波罗肯伯爵勉强接下 正当崔荣准备散去将神技能时 伯爵却来了兴趣 你小子果然不是普通的冒险家 崔荣咧嘴一笑 你知道就好 对练就此结束 其实崔荣是心疼自己的可信 结果波罗肯伯爵却棋风对手不舍 小子 你在墙也得让我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在眼间伯爵的剑锋上 出现一股赤红色的斗气利润 并且发出霹雳啪啪啪的声响 我虽然获得剑人大师不久 但我对自己有着不容置疑的骄傲 活着让凝聚的斗气利润 便是我骄傲的来源 崔荣叹了口气 不把他打趴下是不行吗 波罗肯决定破釜沉舟 小子有本事借我最强意见 我也很想知道你真正的剑意有多强 只见一道剑刚如同狂暴的野兽们 朝着崔荣肆虐肋而来 最强的不是锋利 而是伯爵那种破釜沉舟的剑意 然而就在剑刚命中崔荣的瞬间 一股比伯爵恐怖百倍的斗气利润凭空出现 立刻就吞噬了刚刚的剑刚 我说波罗肯伯爵大人 咱们还是速战速决吧 男孩只有一几 却能越击使用150级的把刀斩 明明他前一秒还像没碰过剑的玩家 可下一秒崔荣爆发的气势 就像是修炼了一辈子剑术的人 原来男孩永久缔约了一只天使做宠 只需消耗可信点 能请来远古英魂上身 圣骑士 魔导师 神功手 刺客 四种职业随意切换 但面对伯爵那种破釜沉舟的斗气利润时 宰荣发动技能降神 召唤骑士卡帕拉斯 一对弓属性无形双剑凭空出现 让伯爵惊讶的是 斗气利润这种境界 唯独150级的剑人大势才能掌握 结果看了眼弹窗宰荣心都碎了 越级使用高等级技能 居然还要额外支付可信点 可波罗肯伯爵并没有被一剑震慑 但宰荣可信点又被消耗了不少 适才如命的宰荣决定速战速决 如今宰荣拥有卡帕拉斯的剑术 他便开始尝试曾经玩3D端游使用过的剑技 表面上宰荣只挥出了一剑 实际上是百剑合一 百道剑气同时叠加所爆发的力量可想而知 波罗肯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要阴剑碎 直到宰荣捕捉到了一丝破绽 随着最后一道碧绿剑芒的挥出 波罗肯伯爵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若不是宰荣及时收力 他必定会为此付出生命 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死去 弹窗提示将神结束 您一共消费了2812点可信心 获得称号奇迹决斗家 力量提升10点 宰荣后曹牙都要气碎 敲诈 这绝对是敲诈 米加勒冒出头解释道 我倒认为主人借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这个价 不过话说回来 您居然能将这股力量用得如此完美 您以前是有练过剑术吗 宰荣也没有撒谎 以前玩3D端游的时候 自己可是全服第一气势 而此刻波罗肯伯爵却还没从震惊中走出来 毕竟作为剑刃大师 却预判不到这个一级新手的灰剑轨迹 过去眼前的男孩已经超越了剑刃大师的水平 伯爵半跪在宰荣面前 请问您对剑术的追求是什么 宰荣思索了一番后答道 大概是 风 比任何人都迅速且自由的锐利之风 此刻波罗肯伯爵顿感一丝明雾 这一瞬间的感觉灰剑 他的气息变得内敛 灰出剑的感觉比之前从容太多了 宰荣随口一句的指点 却让NPC不自觉地开始练习 事后伯爵朝着宰荣90度鞠躬之前 先前是我口出狂言 请原谅我这个劳骨董 宰荣倒是无所谓 毕竟谁听说一级新手要去暗杀公爵 也都是同样的范围 所以德克斯君您真的要去暗杀贝尔亥公爵吗 以您的实力我相信脱手可得 他一死就会引起王室的内论 宰荣则举了个例子 你可曾听闻戈尔迪乌米之解 你知道解开如此斑驳复杂的解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吗 波罗肯一只半解答不准 宰荣咧嘴一笑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刀剪断 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 总会有办法不是吗 宰荣的一句话再次让波罗肯顿悟 虽说这办法不负责任 但魔红王国的内外问题如杂草丛生 或许这才是最直接的办法 此刻波罗肯才明白眼前这名少年的恐怖之处 变数顶尖的他却有着如此内责 这名少年的出事 定会轰动整片大陆 此刻残疮提示 此任务暗杀贝尔亥公爵已更新 宰荣汗烟 这游戏系统可真够灵敏的 这时魔宠撒旦露出头邪笑 主人您啥时候去干掉这家伙 天使米加勒赶忙出来反对 暗杀这种事绝对不行 应该堂堂正正约定决斗 而且要提前三天发决斗贴 这才合乎情理 宰荣听后呆若木鸡 实际上宰荣并不想现在就去击杀贝尔亥 小蛋小乐你们要明白一点 贝尔亥公爵定然不会毫无理由地与邻国开战 从我的立场来看 魔红王国的死活关我何事 而我关心的是 与谁合作 才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利益 王国的战争从始至终一直存在 不过是哪个国家先挑起吧 也就是说谁开战不重要 不过有件事可以确定 但是在战战争激化最混乱的时候 我可以扮演的角色就会变多 得到的可信性也相对变多 而小蛋疑惑的是 为何不直接与贝尔亥这个混蛋公爵联手 宰云听了却咧嘴一笑 小蛋你还在第一层 而我在大气层 你理解的战争是两个王国对外的冲突 而我理解的战争还有一种 就是王国内部势力之间的模子 若是成功引起两场战争同时发动 那我从中获取的可信性收益就是双倍 撒旦顿感头皮发麻 真的是疯子 主人 魔王这职位应该让你来到 结果撒旦却取出一本笔记 将宰云刚刚所说的谋略统统记录 这家伙真的是彻底以自己利益为心 去看待这个世界 沐浴在阳光下的他 才是这个世界最恐怖的魔王 结果这时地面突然涌出两名黑袍人 他们戴着面具掩盖了ID和长相 走吧和我们去一趟 可宰容对此却不害怕 不是 你们怎么才来啊 男主上一秒还是圣洁荣光的神圣骑士 下一秒却成了亡灵天灾的死灵法式 只一男主觉醒了史上最强职业搅局者 游戏会通过他搅局的影响程度 来赠予他不同数值的可信点 而他却可以通过消耗可信点 临时借用魔际与神界的一切利益 但可以召唤圣洁无瑕的荣耀骑士 也可以请来操控亡灵的死灵法式 所以为了能快速积攒可信点 男主在荣盯上了内忧外患的魔红王国 因为魔红王国对外准备与邻国开战 对内 王国的第一公爵又想上位称王 只要将公爵暗杀就会产生大英国 怎么这游戏也会奖励一万多的可信点 而男主却想将养养肥了再杀 因为清晨的一则新闻使他无比触动 阿尔卡迪亚所属的游戏公司 今早居然突破了一股五百万 这意味着有人在阿尔卡迪亚中注资骑马一兆里 于是载荣决定拜访公爵一探究竟 可就在载荣走进公爵府邸时 却看到了一个斗志昂扬的年轻人 或许他便是这场大英国的源头之一 原来在载荣禁门之前 身为整个阿尔卡迪亚最有钱的商会团主 崔智奎 亲自来了公爵府邸进行战略性汇报 公爵大人 我GM商会 控制了往年为敌军提供粮草的NPC粮名 并且预定了他们手上未来产出的谷物 然后以期货的形式全部盘了下来 所以公爵大人能否给个准划 未来与邻国开战时 让我们GM商会来负责全军的粮草 这样有助于公爵大人迅速掏空国库 轻而易举就能完成上位呢 结果贝尔亥公爵指了指天花板 你不觉得等我登机以后再谈之事 才是最好时机吗 崔智奎刚要开口 公爵的眼神就变得锋利 冒险家 你是在怀疑我吗 谈判最怕的就是没有对方拔笔 吃了哑巴亏的崔智奎 只能把一切发泄在墙上 为了合作愉快他只能忍气吞声 因为这三天他花费一千万金币 预购了市面上的所有股 若是贯算成现实货币 那就是一兆亿的人民的币 万一计划失败 别说现实中的集团会直接破产 父亲绝对将我剥皮抽筋 倘若两大王国之间真的开战 五物的价格一夜暴涨十倍 一兆亿变成十兆亿也不是没可能 可现在这事 仔绒突然从崔智奎的身边路过 却让崔智奎的心咯噔了一下 崔智奎想追过去但却晚了一步 不会错了 这家伙用斗篷遮住了新手 这家伙绝对不是NPC 而是和我一样的玩家 可他为何能进贝尔亥公爵的府邸 难道是要从中作稿 卡来的响指 崔智奎叫来了两名黑袍人 帮我监视这个家伙 等他出来立刻就带他来见我 仔绒之所以能见到贝尔亥公爵 主要是因为波罗肯伯爵给的推荐戏 结果仔绒开口第一句就说 波罗肯伯爵打算暗杀你 贝尔亥顿时满脸飞行 冒险家你觉得我会听你的一面之词吗 我想公爵大人脑海中已经有了画面 你根本就不需要我来证明 神魔双宠顿时极了 你这家伙为啥要说谎啊 魔王撒旦顿时一丝明误 这家伙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小蛋看来你已经心领神会了 贝尔亥明知顾问道 所以冒险家你为何要告诉我这种情报 仔绒立刻表明了自己观点 我认为贤明成熟的君王 要比乳秀未干的小毛还强上百倍 王国只有在公爵大人的统治下才会更加理想 贝尔亥公爵笑得何不拢嘴 冒险者你叫什么名字 仔绒立刻爆出了自己名为德克斯的游戏 最后两人友好握手 德克斯是吗 看来我们两个未来会相处的十分融洽 很好仔绒成功战队 此时仔绒能肯定的是 公爵尚未知心饥可难耐 同时也代表 公爵准备与邻国开战的决心是真 而仔绒接下来要确定的是 新闻所报道的一股五百万的源头究竟在哪 知道两名黑袍人的出现 仔绒这才清晰了一兆亿的注资方身份 没错就是刚刚在公爵府遇到的黄毛 没记错的话这家伙是GM商会的团长 所以黑袍人的出现 仔绒脸上没有一点恐惧 我说 你们怎么才来啊 小子欢迎来到GM大商会 那就坐下说话吧 崔智奎凶神恶煞地问道 你和公爵究竟聊了什么 仔绒试探性地说道 我似乎没有理由告诉你吧 知道崔智奎如此激动 显然这家伙与NPC公爵间有大力往来 确认了这一点仔绒环顾四周 一共弃命黑袍守卫 想要安全离开 或许只能使用将神技能了 然而商会的副团长突然朝着仔绒弯下腰 其实我们只是想问问你 从贝尔亥公爵那边是否接到了任务 剑仔绒死鸭子嘴硬 崔智奎拍桌震怒 你小子和公爵究竟什么关系 都是敢插手我们的事情 以后在这个游戏中 不 在现实中 你的人生也会充满折磨 下一秒副团长拽住崔智奎的衣领 给我冷静 少爷您越现了 接着副团长朝仔绒鞠躬事情 小友你好 因为我们商会主 给贝尔亥公爵投资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才会十分敏感 见到如此老奸俱华的人物 仔绒也不禁感叹着老头成此之身 随后冷静后的崔智奎 朝仔绒丢来一麻袋的金币 所以身份不明的冒险家大人 这些东西是否足够说服您 听到身份不明仔绒心中暗自窃喜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要放弃公爵给我的任务就行了 崔智奎第一次见到如此见钱眼开之人 早知道就不和他多费口舌了 一天下来仔绒能够确定的情报有两个 贝尔亥公爵要谋权篡位控制一整个王国 和他有牵连的是现实中的GM集团 早上的新闻就是GM集团在游戏中注资的结果 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破釜沉舟 投资数额 竟和他们集团估值都差不多 如此斑驳的关系定然牵扯了巨大的阴影 然而我只需击杀贝尔亥公爵 就能将局势脚踏个天翻地覆 更是能得到海量的可信点 正当仔绒决定要成夜色暗杀公爵士 代表正义的天使米加勒 却不愿意将将神的技能借给仔绒 可没有将神仔绒拿什么暗杀工具 他身边随便一个护卫都能把我砍死 结果魔王撒旦却嗅到了可信点的味道 主人你别理那个鸡翅混蛋 不就是力量吗 我可以把魔戒的力量借给你啊 仔绒顿时满脸惊诧 小蛋难道你也 撒旦露出一母邪笑 其实我也能做到将神的 说罢小蛋迫不及待地生成契约 下一瞬充满邪灵之力的魔法阵法突然 仔绒很好奇 撒旦的将神究竟能召唤出哪些远古魔神 弹窗提示你与魔戒契约成立 消耗可信性可以临时借用魔戒之力 仔绒邪媚一笑 小蛋你怎么不早说你也可以将神 这样我的计划可就多了很多可信性了 下一瞬 供给给仔绒选择将神的人物弹窗出去 这里面的魔神不但有吸血 竟还有黑魔法师 这家伙可是死灵法师的巅峰存在啊 传说仅靠他一魔 就毁灭掉了一整个千万人口的帝国啊 男人赌上一切与恶魔签订契 并召唤死灵法师的巅峰阿尔凯默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尸海 就等于拥有能够无限再生的亡灵军团 抬手之间灭掉一个国家 也不会有人觉得夸张 何况是阿尔凯默这种级别的死灵法神 然而男主召唤他的目的 却是为了暗杀一切罪恶的源头 王国第一公爵贝尔亥 可男主期待的却是 暗杀公爵能拿到多么丰厚的游戏奖励 所以公爵处的两个守护骑士 就成了男主实验亡灵魔法的第一对象 降神 启动 阿尔凯默附神完毕 载容立刻感知了一下自己的亡灵戏技能 果然和小说里面看得如出一辙 公爵守卫从未感受过如此不祥的气息 这种压迫感 绝对是可以写进王国史书般的存在 下一瞬邪恶的洪流巨献出秘鬼祖 骑士没有留守 而是立刻发动消耗极高的技能神圣必诱 不愧是第一公爵的护卧 而且还是圣骑士系的NPC 心底的恐惧让守护骑士不自觉地全力以赴 他瞬间瞬间完成了技能审判之刃的叠加 载容的嘴角扬起一抹不屑地不忘 技能魂灵之毛启动 只来自地狱深渊的魔物突然凭空出击 到身前一指 便能磨灭一切光明 为毛刺穿的骑士惊恶失色 因为他在毛中感受到了亡灵法师的气息 另一名骑士见状落荒而逃 无妖竟是无妖啊 必须立刻通报全国 下一秒魂灵之毛同样吃掉了他的心脏 毕竟载容还不能暴露自己 而亡灵法师的强大 在于自己所掌控的亡灵数量 那么现在材料也被起了 也该让刚刚死去的两名骑士 同心站起来 技能丧亡唤醒 此技能可以稳固尸骸中的灵魂能量 接着将尸骸转化成拥有生前战斗力的亡灵士兵 士兵的等级是由亡灵生前的实力决定 没想到这个骑士竟达到了终极亡灵骑士的水平 而死灵法师这个是 只要能有足够的尸骸和防御 就等于拥有了能够无限操纵亡灵的能力 避免亡灵法师的存在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军团 因此死灵法师却这么职业 特别适合攻城站 就像现在这样 一路上崽容暗杀了数十名伯爵府中的士兵 亡灵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面对亡灵大军众人 第一个反应就是请圣骑士小队 可看清亡灵骑士的特征后 他们死的心都有了 这些家伙不正是府邸的圣骑士大人吗 很快府邸中仅剩了几个护卫 自然也成为崽容麾下的亡灵 去吧 把贝尔亥公爵的藏身之所帮我找出来 公爵大人 想活命你可得藏好了吗 此刻整个公爵府 就如同地狱般散发着一股死忌 唯独有动静 只剩下睡眼惺忪的贝尔亥公爵 等属下进来汇报已经晚了 因为此刻的府邸内乌妖变化 大人我们只能等死了呀 近在咫尺的死亡 让公爵面色苍白 下一秒亡灵的邪气流入公爵卧室 载容终于找到了 那个影响一切因素的罪魁祸首 杀了他这个局势的忠心 或许我真的可以拿到很多可信底 眨眼间三位亡灵士兵冲入公爵的房间 看着曾经熟悉的手下 一个个全部化成亡灵准备倒反天罡 而这群亡灵中个头最大的亡灵骑士 不正是自己的亲信圣剑莱德诺吗 接下来一名黑袍从亡灵身后登场 贝尔亥公爵我们又见面了 贝尔亥怎么可能不记得在你 前几天阿谀奉承的塔 如今却邪亡灵前来锁命 贝尔亥公爵祈求道 冒险家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结果仔容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如果我想要你的小命呢 这便是我来此的目的 明明是游戏里的NPC公爵 临死前居然也会像真人一样情绪恐惧 公爵大人 用人可得挑仔细啊 战争也好王卫领嘛 即便是想发国难财我也不 但是吧 你用的人不该惹我不高兴啊 下辈子注意点吧 但也不知道NPC有没有下辈子 在NPC公爵的求救生中 仔容下令 那便让受你驱使的手下送你去世吧 曾经的往事如走马灯在公爵面前闪过 真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人死如灯灭 弹窗提示贝尔亥公爵已身亡 因此秘密进行的计划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奥塔迪亚的321个关联任务被因此删除 获得称号贵族残害者 恭喜完成此任务 为您结算了中期奖励 获得53000点可信心 看着面前满满的弹窗 仔容突然迷雾 只要自己脚的局越大 那么结算的可信性就越多 可信性的入仗让神魔双重眼冒金光 主人似乎变得更加可口的呀 对了小蛋 阿尔凯默的将神时间应该不限制吧 是的主人只要您支付足够的可信点 仔容立刻露出一抹邪像 撒旦鸡皮骑满全身 主人该不会又要搞事吧 紧接着仔容朝贝尔亥公爵释放丧亡幻想 别装死 给我站起来吧 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摧毁 比如崔智奎耗费一兆 以期货的形式 向NPC农民预约了 未来一年即将产出的小麦 或许明天GM集团 就不因为我的角角而倒闭吧 男人花1000亿在虚拟游戏囤积物资 很以为能翻十倍把物资卖出去 结果一夜时间他不但人才两空 带上了阿卡迪亚的全服功底 前来游戏世界中的王国即将发动战争 未来粮草定然功不应求 于是崔智奎耗费全部资产 与整个魔红王国的NPC农民签订契约 并以期货的形式预定了他们全部粮草 企图发一波国难财 结果战争的始作勇者贝尔亥公爵 却被自己的轻卫斩首 最终人头落地功亏一篑 仔细看 轻卫已经变成了一只亡灵 原来男主崔智奎附使了魔界最强的亡灵粉饰 并借用他的亡灵模粉 将数百名公爵守卫击杀 又等于亡灵重新召唤 事后仔绒带着击杀公爵奖励的五万可信仪 且率领亡灵大军开启了领地的毁灭战 经历数个小时的摧残 贝尔亥公爵领地生产能力降低了85% 军事能力更是降低了98% 领地的NPC居民全数逃亡 此刻象征着亡国公爵的旗帜 被仔绒一把火烧成灰烬 至此贝尔亥公爵的领地被完全破坏 弹窗提示获得称号 恶劣的死灵法师 贝尔亥公爵的秘密及计划因此告吹 恭喜获得一万四千点可信心 望着被亡灵大军掩盖的领地 仔绒后悔自己没有选择死灵法师作为职业 只有足够的法力值 催动成百上千名亡灵士兵也不在话下 但每天看尸海也是一种煎熬 这一场战役下来仔绒收获六万可信仪 但不知道这次将神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毕竟这是从别人那边借来的力量 消耗的可信点说不定要比挣的还多 所以小蛋 我目前在你这究竟消耗了多少可信心 下一秒撒旦甩出一把计算机 开始细致的计算器可信点消耗 总而言之主人 您一共要支付我四万两千二百八十四点可信心 小蛋你看我像冤大头吗 给我降点打个折 撒旦顿胆心如刀脚 主人你居然和我叹价 既然你用了相应的力量 就要支付相应的可信心不是吗 仔绒一脸势不关己 可我是VAP不是吗 你怎么的也得给我点优惠券吧 撒旦气得满脸黑血 你把我当成百货商店了吗 结果仔绒威胁道 若是你不给我打折 我以后就只跟小乐交易了 米加勒顿时一脸期待 是真的吗主人 撒旦一荒立马给仔绒摸 那就四万就行 仔绒直接砍去五千 小蛋 我觉得三万五就够了 此刻撒旦汗流加倍 三万六千五不能再低了 否则我不再帮你降神了 仔绒迫不及待握住撒旦的手 那就说定了 弹成提示亡灵法师降神结束 您消耗了三万六千五百可信心 达成敲诈魔王第一人的成就 角色谈判技能大幅度上升 主玩家和NPC谈判时将占据上风 谈判技能升至七级 仔绒懵了 难道是因为小蛋是魔王 才会有如此奖励吗 此刻撒旦却戴上了痛苦面具 这样一来我根本一点可信心都挣不到 仔绒长输了一口啄气 总而言之 公爵的领地也足够混乱了 既然游戏里的绊子使完了 那么在现实中的绊子也该谈判 小蛋小了你们两个在游戏里等我 我去去就回 毕竟这件事情还得由我收购 具体什么事你们一会儿就知道 仔绒登出阿尔卡迪亚后 立刻打开乱成一锅舟的游戏官网 贝尔亥公爵领地的图片已然登上了热搜 网络上对游戏策划一片谩骂 接下来仔绒又要做一期今天爆料 将这个事件推向高潮 也该让GM集团受到应有的教训 仔绒将小蛋和小乐去跟踪拍摄的视频导出 而距离他要搞垮GM集团 只差一个掐头去尾的剪辑了 能及物资 届时二人一起发国难财 一兆亿的成本 要干出十兆亿的业绩 复服这一切的 都是那些只知道玩游戏的傻子玩家们 很好剪辑完毕 下一步发到自己破坏者的日常账号 结果次日一早 这条视频就打破百万播放 评论区的玩家立刻将矛头指向GM集团 我就说最近古物和兵器价格猛涨 GM真够败好感的 此刻电脑那头的崔智奎 依然是汉刘家被瞳孔咒索 我们的对话怎么可能被泄露出去了 那种场合根本就不可能被听到 这崔智奎一拳把屏幕砸烂 我定要不惜一切将他撕碎 这时崔管事提醒道 少爷现在重要的不是抓饭人 而是会长大人拨来了电话 完了完了 这事情被父亲知道了 接通电话的崔智奎全身冒汗 毕竟亏损的一兆亿要GM集团全权偿还 同时新闻播报披露了GM集团的犯罪事实 目前阿尔卡迪亚官方表明了立场 他们称自己掌握了GM集团大量囤资的证据 但令人咋舌的是 投资金竟然高达一兆亿 此时阿尔卡迪亚官方的部长办公室 社长李美妍对此只有一个评价 正好让GM集团给其他眼红的集团 做个反面教材 其实李美妍最感兴趣的是 这个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玩家 这个名为破坏者日常的视频用户 先是拍到了史莱姆攻坚战 直到新手村被毁灭 接着他又骗玩家去当铁矿奴隶 害玩家花一千万买的游戏设备 成为一台挖矿机 到游戏里面还被NPC疯狂压榨 现在又搞出了贝尔亥公爵的事情 真是让两个世界都因他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是想告诉我们 游戏剧情太过乏味了吗 此时李美妍口中的神秘玩家 此刻却在课堂上打瞌睡 因为载容的举动 某种意义改变了玩家对阿尔卡迪亚的游戏理解 在同学们看来 阿尔卡迪亚的事件不但多次占据了新闻投体 里面的NPC竟然还有独立的意识 简直就像是第二个现实事件 当然崔智奎的下场很明明 作为全玩家攻敌的事情是跑不掉的 载容也成功教他做人了 然而此刻课堂上的讲师却突然宣布 从今天开始 计算机工程系正式更名为虚拟现实工程学院 如今的计算机行业已然无法跟上世界潮流 阿尔卡迪亚这款游戏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体验过了 若是我们无法跟上世界的变革 但我们迎来的只剩淘汰 接下来就由你们的学长给你们上课 他现在在阿尔卡迪亚虚拟游戏的内部工作 大家好 我叫江碧俊 众所周知 大脑与机器直接进行交流 是虚拟游戏具象化的关键 所以接下来 我将给每一位同学测试大脑与游戏间的同步率 测试出的数值越高 就意味着在虚拟游戏中的天赋越强 所以男主宰容的同步率究竟会有多少 这是一台游戏天赋测试 测试出的数值越高 虚拟现实游戏的天赋就越强 玩过游戏的都知道 具现虚拟现实的原理 就是游戏机舱与人体大脑沟通交流的结果 而大脑与机器的电信号交换率 并被称为游戏同步率 目前已知最高的游戏同步率是26% 然而三好学生却因为测出21%的同步率 就感觉自己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于是他指着学渣男主挑衅道 我很期待你丢人现眼的样子 可闻严仔绒却当场笑出了声 最快的速度躺入测试仓 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学霸被啪啪打脸的模样 下一瞬测试开始 结果数值一下就从3%突然飙升到了15% 但却依旧没能停止增长 20% 30% 45% 载容竟然一口气就将数值飙升到了55% 因此一气迸发的能量璀璨夺目 助手赶紧让老师停止测试 这一气肯定是出现事故 但经验丰富的测试老师 却说这并不是故障 而是因为测试者拥有极其恐怖的同步率 才会出现难能一见的脑机融合状态 最终载容的测试结果为92.89% 真是的惊为天人的数字 虽然此刻只感觉脸颊火吧 回想起刚刚的挑衅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粥款 结果载容洋洋得意地摘下一气 怎么才92% 可惜没能到达100%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测试 是因为这个世界进入了虚拟现实时的 在这款拥有无限可能的虚拟游戏中 游戏中的装备和金币 是能按比例兑换成人民的币 更是出现了许多衍生职业 但别的博主教新手如何强化装备 男主却打着挣钱的血统 教新手怎么当矿场奴隶 害得玩家花1000万去买游戏机舱 结果每天996打工挖矿 还要被NPC疯狂压榨 并是把游戏机变成一台廉价挖矿机 要知道在此之前 载容还凭一己之力 毁掉了整个新手村 而他每次搞事 都会把视频发到网上 今天一看你猜怎么着 累计点击量突破8000万 还拿到了1400多万的流量收益 这下自己分期购买的游戏仓 终于可以提前还款了 可当载容看了看手里的紫菜包饭 却发誓要再挣他一个亿 毕竟只要在游戏里搞事奖局 系统就能奖励他一定数值的可信力 到时候找神魔双重兑换装备 岂不是大学没毕业 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而因为之前载容在搞事的时候 副神借用的是死灵法师 独妖阿凯莫的能力 并且率领一群亡灵士兵 把亡国NPC公爵杀了不说 又率领亡灵大军 把人家的领地全部倒 对时惹怒了神圣阵营的代理 于是NPC教皇以帝国权限宣布 搜查出这片土地的所有邪恶之物 将他们尽数审判 可玩家们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倒霉的却是他们 结果等载容登陆游戏 本还苦恼接下来该去哪里搅局 就莫名接到了一则全服新任务 但载容和其他玩家不同的是 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加入的阵营 只是思索了一番 载容就已经构思好了全新的搅局方式 而ID名为暗只黑炎龙的女玩家 因为是全服最高等级的黑魔法师 所以被系统认定成恶阵营的最强 因此关联任务狩猎魔女生成 圣阵营的玩家需要审判5000万的恶人 并且处决巫妖阿尔凯默 原来在千年前的圣魔之战中 出现了圣职业阵营和恶职业阵营两种派遇 两大阵营的人就像水火互不相容 在这种游戏背景下 玩家们的敌对矛盾意识也会被潜移默化 导致阿尔卡迪亚也去PK十分火热 两大阵营间的摩擦总是维持着平衡的状态 一是没有全面开战的借口 二是教皇禁止冒险者在城镇内PK 然而现在 全面开战的借口出现了 教皇设下的规则也改变了 城镇PK将被临时允许 甚至力量的天平还偏向了正义这边 不是因为胜阵营的玩家态度 而是个阵营还没有像教皇这样的首领出现 所以男主宰荣祥的搅局第一步 便是让游戏中的天平平衡 让死灵死巫妖阿尔卡迪亚 因为自己再次降临阿尔卡迪亚大 但却不是依附在他自己身上 于是载容让撒旦现在就出发 去找到ID名为暗只黑炎龙的女玩家 而他的存在便是载容一切搅局的核心 然而此刻的他精疲力竭 更是惨遭一群圣骑士围攻 兄弟你们好不好奇 若是击杀国服第一黑魔法师 你们究竟会拿到怎样的特殊宝像 就在神圣剑气即将命中的瞬间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魔王撒旦 用小拇指将劈来的剑气全部弹开 为首的圣骑士只是疑惑地问了句 难道是魔戒的魔使出手吗 顿时让身为魔王的撒旦杀意暴涨 一颗鼻屎大小的能量球 立马飘到了圣骑士的面前 下一瞬深入骨髓的刺痛席卷玩家全身 撒旦朝前一指 地狱火焰就将圣骑士泯灭殆尽 剩余的圣职业玩家顿感毛补锁 随着撒旦手中的黑气势 玩家们立刻进入了堕落状态 撒旦邪媚一笑道 看看自己的身体再说话了 是不是感觉下一秒就会开裂 果不其然 下一瞬眼前的所有玩家 全部化成碎片锁 反观女玩家接到了数十个弹窗 名语最古老的黑暗碰面 回望面前的小恶魔 女玩家似乎想到了什么后 立刻朝着撒旦下跪 眼前魔就是混沌的君主 魔王撒旦 撒旦对此很是惊讶 女孩立刻解释道 毕竟我选了黑魔法师这个职业 若是我不认识魔王才是真的奇怪 能拜见您是我荣幸 撒旦故作深沉 你这丫头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就是一点肌肉没有 看起来软绵绵的 难怪会被圣阵营压着的 我来找你是有原因的 你愿意和我做一件事吗 女孩听后撬脸战红 撒旦大人宁淡说无妨 撒旦居高临下岛 你作为国服第一的黑魔法师 我要让你成为恶的象征 圣的那边有教皇坐镇 而我们恶之阵营 怎么没有魔女呢 这名黑魔法师出卖灵魂 获得不死之身 却甘愿与游戏中的女玩家 递结契约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自己不知不觉成为了 男主的垫脚石 原来这是一场 圣与恶间的博弈 圣的一方 由无数玩家和NPC组成军团 掩扫着恶阵营的玩家 被屠杀殆尽 男主宰容却坐不住了 他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不惜一切都要打造 一个恶阵营的魔女 随着撒旦勾勒出古土镇子 夕约法阵从女孩脚底浮现 同为非魔法师 他能清晰地感知到 法阵那头的魔力有多么苦 杀的眉头紧促十分认真 人类我可是在你身上下了大堵住 希望你好好办事 下一秒死灵法师巫妖阿尔凯默 从法阵中引出 弹窗提示 你已吸收了巫妖的惊气 恭喜转职为殒命的指挥者 魔女狩猎任务变更 作为恶阵营的女 请除掉圣阵营的帝国教皇 并且占领魔红帝国 可让女孩惊讶的还不止如此 因为被阿尔凯默附身的缘母 自己的人物属性竟上涨了十倍 如此恐怖的能力值 起码能让伯伏第一的自己 也也成为全伏第一啊 顺着载容的意思 只是圣与恶间的实力平衡 游戏世界还是不够混乱 随后撒旦拿出一卷文书 来把魔女把这里面的内容 一字不插地背下 可女孩看到内容后 却瞳孔咒索 撒旦打开了日评按钮 我要开始拍摄了 反观阿尔卡迪亚的局势 气得恶阵营的玩家陆续开始弃游 现在正是恶阵营渴望英雄出现的时刻 所以小蛋的陆平就派上用场了 那么恶与圣之间的最后对决 在载容发布视频的这一刻悄然开幕 魔女宣示道 身为国服第一黑魔法师的我 将代表恶阵营的所有人发出宣告 目前恶系用户被圣骑士们恶意干掉 游戏平衡因此而崩塌 所以阿尔卡迪亚的恶系职业的领头影 就由黑魔法排行第一的我 不对 是由同龄与命军团的巫妖阿尔卡诺 来带领大家同亡灵军团一起 来反抗这个做法卑劣的神圣帝国 这视频发出绝对能拉拢回来 一大波恶阵营的玩家 但载容万万没想到 阿尔卡迪亚官方会突然宣布 由于恶阵营与圣阵营之间实力悬殊 所以取消恶阵营所有玩家的24小时死亡惩罚 这样因为怕死亡惩罚的恶阵营用户全部回归 这不是刚刚杀我的圣骑士吗 无论接下来我身亡几次 都会追你直到抵达地狱的境界 但圣阵营没有束手就擒 他们编列了支援队伍 开始相互扶持 双方变得不相上下 因此魔王王国内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发生战斗 弹窗提示 恭喜您激化了圣与恶的阵营矛盾 阿尔卡迪亚的善与恶之战彻底失控 恭喜获得63921点可信心 载容也没觉得自己作为能有多大影响力 还得多亏游戏公司取消了死亡惩罚 这才让载容坐收了渔翁之力 因为载容只要把事情闹大 得到的可信点才会越多 所以天使将神 起动 选择角色 圣骑士卡迪埃尔 载容将神前可是做足了功课 因为在千年前 正是这位圣骑士 将巫妖阿尔卡莫一剑洞穿 然后囚禁在魔界深渊中 数千年不得脱困 可那柄名为永远的终章的圣剑 此刻紧紧握在载容手中 这便是载容收割一切的最后手段 此刻的他既不是善也不是乐的证明 而是作为搅局者 去处决这个任务的始作俑者 与此同时 暗指黑炎龙已然沉浸在无敌中无法自拔 他的身后几千只亡灵凤其为主 任谁都觉得自己世间在无敌手 很显然 如今的局势已然倒戈到恶的一方 面对守在皇宫外的几名虾兵蟹将 魔女只是稍微战放一丝气息 却能让敌人心惊胆战 在数千名亡灵压境的情况下 皇宫不断有尖叫声传来 直到宫殿大门被人推开 此际的皇宫 空荡的王座 魔女站在王座前待置了许久 真是不敢相信了 最后会是我获得了魔红王国的统治权 史无前例成为了第一个吞定国家的玩家 如今贵为国王的我 未来又能从魔红王国里榨取多少金币 想想都开心 结果这时魔女却被一道声音唤醒 宫殿的门口站着一名黑袍男孩 门外数千名亡灵士兵全都死在了他的圣剑下 来者何人 入口的亡灵是你干的吗 下一次 却立刻露出一抹邪性 嘴里嘞喃着神圣骑士的咒语 下一瞬间被唤醒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轻而易举震飞了恶魔剑势 魔女心中闪过一丝惊恶 因为此刻宰容手中所握的圣剑 甚至让她的灵魂都感到一丝战的 我说你啊 既然得到了破坏平衡的力量 甚至接手了一个国家 你也该满足了吧 魔女慌了 这些计划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究竟是谁 宰容嘴角不自觉地上调 你问我是谁 我是你的债主 来重新收回我借给你的力量 见到宰容手中的圣剑 魔女体内的阿凯默 只感觉内心惶恐不安 弹窗提示您被巨大的神圣束缚 永远的终章视您为审判对象 魔女心中只剩百般不甘与不甘之心 被神圣气息包裹的宰 却突然邪魅一笑道 于是 你灰姑娘的魔法也是时候解除了 这是我见过最见的男主 先让魔女获得最强的死灵魔法 等他百感交集 坐上那渴望已久的王位后 又等他一想到未来压榨子民的美好生活时 男主决定将他一切的快乐 用圣剑斩于王座之下 只因宰容有根克制王林的宝剑 最强死灵法师见到都得提心吊胆 然而只是圣剑迸发的光芒 却让王林士兵处之吉荣碰之极化 即便魔女此刻内心百般不甘 却不得不承认宰容身上的气息强的可怕 被神圣包裹的宰容邪魅一笑道 于是你灰姑娘的魔法也是时候解除了 而我也该重新收回借给你的力量 魔女磨牙早止 怎么说我也是国服第一 你一个没上榜的新手有何资格让我惧怕 下一瞬代表召唤的魔法生成 魔女用最快的速度企图完成吟唱 却被他体内的死灵法师匆忙打断 缔约者你快要以最快的速度逃跑 否则只会有一个下场 原来宰容手中的圣剑名为最后的终章 曾经乌妖阿尔凯末 就是被这柄圣剑封印了千年 但魔女想逃也已经晚了 不如放手一战 随着他的吟唱结束 三只终极亡灵被法阵复活召唤 可宰容却不慌不忙 只听最后的终章发出一阵嗡鸣 离到与他还长的剑盲绽放 弹窗提示开启破魔之力 对恶属性的伤害上升80% 大有什么用 你要和我的剑盲一样又粗又长 来吧可悲的小亡灵 你的灵魂也该安息了 下一瞬终极亡灵被圣光一触即溃 魔女顿感压力被增 若是这种剑盲打到我身上 难道也会是同样的下场 我说 你这柄圣剑究竟是什么来头 宰容也不清楚 毕竟这是天使将神的阴魂 所据献出的武器 下一瞬宰容用剑盲将魔女顶上夜空 圣与恶爆发出的星光与月同灰 周围的玩家满眼羡慕 咱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 视力好的玩家 立刻就认出是魔女暗制黑炎龙 可对手怎么从来没见过 记住制空的时间 魔女赶紧释放黑魔法召唤 结果刚想出事的亡灵骑士 却被宰容圣剑的光芒给吓了回去 能限制几次召唤 结果等他再次尝试时却后悔了 无论他召唤几次 圣剑比赵妖精的效率还高 分分钟让亡灵融化死亡 而没有亡灵的死灵法师注定败备 圣剑简直就是他们天敌般的存在 女士 谁时候收尾了呀 此刻的仔绒虽然全身胜光 但在魔女的眼中 她才是最邪恶的魔王 只能避免审判发动 此技能命中后将无视一切护解 且对恶属性的对手有500%伤害加长 魔女弹窗提示 您对神剑的巨大蚕食身体 咕咬阿尔凯末的影魂 发出痛苦的哀嚎 致命的伤害让您陷入冰死状态 临死前魔女很疑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魔女狩猎任务应该早就结束了 你即便击败我 对圣系的一方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买容嘴角微翘 我是故意等着的 而你必须要在占领魔红王国之后身亡 我不局中的最后一块拼图才能完成 但你不需要恨我 因为之后无论圣恶阵营 都会因为你这次死亡而变得幸福 这便是我将你造就的意义 这时阿尔凯末认出了眼前人 这家伙不正是之前借过我力量的玩家吗 审判利刃挥出后魔女发出不甘的嘶吼 同时巫妖阿尔凯末的灵魂也被宰人中创 弹窗提示阿尔凯末与魔女的递约被强制废阻 使生最强的亡灵法师 因此灰飞烟灭 宰龙看着手里的圣剑感叹道 于是别太委屈了 因为这个任务出现的那一刻 你的下场就已经被定好了 其实暗知黑炎龙更多的是不舍 虽然这一切来得虚幻 但起码我做上了王座 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实力 也算是享受了一份 女玩家死去的那一刻 宰容结束了天使降神 弹窗提示巫妖阿尔凯末沉入永远的安息 魔女狩猎任务 圣阵营也达成了胜利条件 此刻让宰容期待的是 阿尔卡迪亚在魔棱两可的情况下 会下怎样的结论呢 与此同时 智脑爱丽丝受到了红色冲突弹窗 她开始计算这场魔女狩猎任务的最终结果 因为圣阵营的胜利任务 是击杀五万名神圣玩家 和击杀巫妖阿尔凯末 目前圣阵营只完成了其中之一 但五万击杀数被完成了四万多 却还是没有完全达标 反观恶阵营 一是击杀教皇 二是占领魔红王国 但恶阵营只完成了占领没有击杀教皇 论完成度来说 圣阵营的权重能抵达96% 可双方都只完成了一个条件 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个 所以全服通告 圣阵营与恶阵营平手 这却引得圣阵营玩家议论纷纷 接着残窗提示 圣阵营将以用户贡献度发放奖励 未来圣阵营的隐藏职业触发率上升 这就相当于重彩票的几率变高了 然而恶阵营因为魔女占领了魔红王国 未来一年魔红王国无法成为战争对象 也就是说 现在魔红王国就是恶系职业玩家的大魔 但立刻就引起了魔戒存在的注视 说不定可能会发展成魔戒 最后残窗提示 萌动的遗忘之案 关联任务魔女狩猎结束 阿尔卡迪亚大陆伐起用 禁止圣与恶之间进行无差别PK 游戏的开发者都想把仔绒抓出来打一顿 因为造就如此结果 正是拦住仔绒一手策划的 此刻他正欣赏着只属于自己的那份奖励 恭喜宿主达成载入史册的成就 颠覆阿尔卡迪亚第二大陆的局势 善恶的天平获得平衡 恭喜获得21万点可信性奖励 而这便是仔绒搅局者职业的变强方式 真期待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 结果这是残窗提示 职业二阶段任务结束 达成特别条件 发放乱世的放浪者职业的特殊奖励 开始测定玩家的贡献度 下一瞬仔绒吓得从王座上蹦了起来 这奖励真的解开了我的燃眉之急 恭喜获得技能赋予可信性 您可以向非生物对象 赋予可信性改变其因 也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用可信性强化新手能装备的武器 然后拿去当神器让新手们拍卖吗 它是一级新手穿戴的初识铁剑 可它的属性 却比70级的史诗级装备还强 关键是一级新人就能穿戴 结果才当挂上拍卖场 却遭到数十万游戏用户高价风抢 原来仔绒开启了隐藏职业的二阶段奖励 必外获得逆天技能 可信性的赋予 不明思义 可以给非生物体赋予可信性 于是他立马取出了自己的新手装备 生锈的铁剑 最是一并为新手制造的武器 攻击力只有可怜的各位数 神魔双宠调侃道 主人您这是想一苦思甜吗 即使载容将袖剑举起且发动技能赋予 下一瞬充满因果之力的金光自剑生泵法 游戏弹窗提示 以浏览该物品特性与过去 强化所需9000可信点 9000相当于获得一件史诗级武器的价格 载容果断选择 毕竟好奇心战胜了他的comen 希望强化的结果不要让我失望了 弹窗提示可信性赋予成功 锈剑的设定产生了变动 下一秒锈剑发出痛苦的悲悯 从前载容用锈剑屠杀新手时的画面 突然涌到锈剑的表面 弹窗提示锈剑强化完毕 恭喜获得新装备血之沉溺 并且是全服第一件唯一属性的装备 攻击力相比之前提升了5000% 耐久度提升了10万 更是出现了嗜血与狂化这种逆天特性 唯独外观的变化不大 载容转念一想 只是新手装备都这么逆天 那么 于是载容迫不及待打开仓库 取出先前挖矿用的魔窟制造者 那么这种史诗级别的装备强化后会发生什么 难不成挖矿效率也能千百倍的增强 载容迫不及待给他赋予了可信性 结果显而易解 强化失败了 原因却是该物品没有特性和过去 锈剑能强化是因为我用它 杀了几万名新人玩家 魔术制造者还挖过天使的光光 载容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区别 富与对象是需要在阿卡迪亚大陆 造成过直接性的影响 可魔王撒旦一听到 载容消耗9000点用来升级垃圾装备 然后还要卖掉 撒旦就感到一阵肉疼 主人您缺金币和我们说呀 一点可信性我给您兑换一金币 9000可信点 在现实世界都快能换它一个亿了 载容却一连比 我每个月有米哈尔男爵给的分红 加上做游戏博主证的 一个月下来起码八位数 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可让撒旦疑惑的是 既然造出了血之沉溺 为什么不自己用啊 其实载容不是没想过 但如果这个武器出现在阿卡迪亚的拍卖场 又会发生怎样的趋势呢 所以上架看看不就知道了 结果就在血之沉溺出现在拍卖场的那一刻 整个阿卡迪亚的玩家瞬间沸腾 现实中 有的人卖房离婚也要买它 有的人卖公司筹钱也要买它 有的工会不惜缩哈 所有资金也要买它 一夜之间 一把新手武器却被全网封清 他眼间竞价攀升到了五千多金币 因为金币等于十万软妹币 这把剑就得价值五千多万软妹币啊 要知道游戏里面的装备一共六个等级 普通 稀有 罕见 史诗 传说 最后是神话 可唯一级别的装备 设计组那边还没出吗 难道是系统bug吗 于是官方仗义出手 直接将血之沉溺的竞标强制停止 更是将这件装备当作爆回兽 自然客服部又是因此被一群玩家问候 阿塔迪亚运营部 必须阻止摧毁游戏平衡的装备出现 事后游戏里只要有用户聚集的地方 都一定会有人讨论到这个装备 可在有些人看来 比唯一二字更显眼 却是ID名为德克斯的拍卖人 这个德克斯难道是那个德克斯吗 就是电竞影盾的天才玩家 打电竞选手就像是六小孩式 毕竟他可是创下天神下凡1v5的散玩骑士 对散玩来说 这家伙就是传奇 但对有些人来说他是疑问 对有的职业选手来说他极是宿敌 所以载荣在玩阿尔卡迪亚的事情 就这么传开了 可载荣莫名其妙被没收了一件唯一级的装备 自然不好说 可载荣实在是太稳了 他转念一想 这装备的性能也没到离谱的境地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游戏官方在故意针对我 而他却没办法查出我的真实身份 我连ID都暴露了也查不到我 甚至连电话都没法给我打 却选择了回收装备这种极端的方式 大带律师想让我去主动联系他 那么即便未来暴露ID 他们也追踪不到我 更无法对我本身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难道这也是隐藏职业乱世的放浪者所拥有的力量吗 可以明目张胆地捣乱 连游戏运营都无法插手 让载荣更好奇的 到底是谁创造了如此恐怖的隐藏职业 反正血之沉溺没了可以再遭遇 但却证明了我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以后捣乱 可这再也没有顾虑了 和载荣刚刚猜想的一样 下令没收装备的正式国服运营部长 因为这把剑的行刀 和之前新手涂在魔手里的一模一样 当时以部长的权限都查不到他的用户信息 这次同样查不到这个德克斯是谁 二者定然有什么关联 而这柄价值5000万软卫币的装备 就这么被运营没收 我就不信这小子不会露出激情 德克斯 你的一举一动可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啊 结果部长在客服部整整加班了一周 人都等虚脱了 就是没能等到载荣的电话 德克斯竟然这么沉得住气 于是部长将这件事报告到上级 李美颜社长 您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结果冷若冰霜的李美颜突然嘴角上吐 好吧束手就情确实委屈了 我们就还一击吧 我记得全民涵部长之前有提过一次游戏活动情况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 准备一下 明天就可以开始执行 果不其然 土掉牙的活动名称 就叫做你一击 我一击 所有人都公平一击的竹毛大战 对此阿卡迪亚还特意发出了全服公告 而竹毛大战的规则和名字一样简单 无论是什么等级的玩家 戳一下都得挂 玩家的武器只有竹毛 虽然可以释放技能 但有且只有竹毛能打出伤害 最后存活的玩家才能获胜 仔绒一看就知道 这个活动就是为他办的 因为他们只知道有德克斯这么个人 但却不知道这个用户的游戏IP成效 当然最后的存活者 可以从干掉的用户中 随意选择一件他的装备 官方赠予一个一模一样的拿走 仔绒嘴角露出一模邪笑 这个活动真是有趣 到不应战就失礼 过来吧 放我 这次怎么教你的局 这是一根无视一切防御的竹毛 只要命中对手的要害 即便敌人是全服第一 那也得按照规则一击毙命 可男主仔绒 却发现了一个可以无视规则的bug 原来这是一个名为 你一击我一击 所有人都公平一击的竹毛大战 在这个地图中 玩家的武器只有竹毛 虽然玩家们可以释放技能 尤其只有竹毛能打出致命伤害 只有最后存活的玩家才能获胜 而竹毛大战的第一阶段 只需在3292671名玩家的混战中 搞到剩余1000人为止 竹毛大战才会进入第二阶段 结果游戏刚刚开始 如出一指 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厮杀 此时有个25级的玩家 因为偷袭秒杀了100级的高手 而詹詹自喜开香槟 结果下一秒却又死在了其他人的竹毛下 有的玩家盲目厮杀满足欲望 有的玩家则是凭借绝对实力 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团队 反观男主仔绒却狗在角落里 敲咪咪地准备开挂 在与撒旦确认将神能用后 立刻发动阴魂召唤 他这次选择的将神对象 叫做黄昏幽灵 而在这场竹毛大战中 玩家最怕的就是让人破防的竹毛 可黄昏幽灵 却可以免一切物理攻击 这时偷袭仔绒的玩家 因攻击无效而大脑荡击 仔绒则是扭过头嘴角为强 没看明白吗 刺不中文啊 随着竹毛刺出 偷袭者已然淘汰死亡 仔绒很清楚 这场活动最重要的是低调生存 可若是没有目击者 我同样也不会引人瞩目啊 那就赶紧把杂鱼们斩草出根 有领导力的中上等玩家 开始成立竹毛革新团 每期明曰是为了承接用竹毛施暴的玩家 实际上还不是为了生存下来 仔绒对此嗤之以鼻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随着手脑的一声令醒 整个团队都冲向了仔绒一人 可仔绒却不害怕 结果别人凑了几秒下 却没有一点伤害 仔绒邪校中带着一丝激讽 我的被动是在非战斗的状态下 完全无视物理攻击 对于你口中说到作弊吗 下一瞬仔绒就达成了传说中的一秒四秒 首领顿时亚马呆住 这家伙的游戏同步率究竟有多少 下一个 主人到你了呀 给我 竹毛在极致速度的加成下 瞬间完成了洞川 仅三秒 刚成立的竹毛革新团就原地解散 孤独求败的仔绒 希望能够遇到有操作的对手 否则游戏也太无趣了吧 此时弹窗提示名利击败千人 而目前还生还的玩家 已经到了2813这个数字 之前一个小时就能淘汰几十万人 自从小喽啰抱团取暖 数字下降就变得缓慢 看来还得靠我一个一个地揪出来 就在这时仔绒耳边传来女孩的尖叫 结果下一秒 女孩杀不住车 身躯静直撞入了仔绒的体内 二人此刻完成合体 原来女孩正在被国服第二法师追杀 星光魔女一脸嘚瑟朝着仔绒说道 既然你能活到现在 就意味着你有独特之处 希望你别插手女生间的事 仔绒沉思一番大概是懂了 可面对红发女孩的守护请求 仔绒转身就走 女士 我本就没有义务帮你 何况对方还是国服第二法师 现在和他交手对我没有任何好 结果就在仔绒离去的瞬间 弹窗提示任务更新 看了内容后仔绒都想骂街 此时星光魔女逐渐朝着女孩逼近 就在女孩准备接受死亡 被竹毛洞穿的千军一发致敬 仔绒还是信身帮女孩挡下了致命一击 这家伙不是要走的吗 仔绒咬牙切齿 我怎么知道会有这么该死的任务 居然要保护这种傻乎乎的家伙 原来仔绒接到了隐藏职业第三阶段的任务 拉拢未来的助力者 只要遇到头上出现特定标识的玩家 就是您要拉拢的对象 很显然 红发女孩的头上正好出现了这个标识 原来女孩是NPC星月大魔法师的徒弟 大魔法师创造了星光魔法和月光魔法 星光魔法的继承人 便是眼前的全服第二的星光魔女斯蒂拉 和月光魔法的继承 自然就是眼前的红发女孩吉利娜 这是大魔法师远行前给二人留下的礼物 若是这两本魔道书和二为一 就能成为超越人类极限范畴的伟大魔法师 可这个机会对于吉利娜来说 不是变强的机会 是她一生都难逃追杀的组状 所以才有了刚刚追杀的一幕 强硬的仔绒让斯蒂拉无条件放过她 星光魔女眉头紧促 如果我说不愿意呢 仔绒露出一幕歇息 变战马 我只能淘汰你来保全她了 斯蒂拉立刻取出魔法权杖 就凭你这个穿着新手装备的废物吗 随着斯蒂拉的形状 锁链闪光发动 释放之快仔绒来不及躲避 原来这是一个极减速 顿化 虚弱 三者合一的魔法 紧接着斯蒂拉又释放了烈焰闪电 行兵禁锢 魔法缠绕 三种威力不大 却带着负面效果的技能皆冲而止 仔绒虽然可以无视物理攻击 却挡不住负面效果呀 可她就这么硬扛了下 而她这么做另有目的 该死视线模糊了 直到星光斯蒂拉走到她面前 在她眼中 仔绒就像是带子的羔羊 可在仔绒眼中 斯蒂拉才是那只羔羊 就在竹毛刺向仔绒的瞬间 蓝窗却提示您无法攻击此对象 斯蒂拉瞳孔咒索 下一秒小腹传来的一阵刺痛 仔绒完成了对国服第二法师的反杀 这场战斗开始时你就注定失败 而我能免疫一切物理攻击啊 临死前 斯蒂拉发出不甘的垃圾滑 但还是死在了仔绒的手上 地旁的红发女孩却看猛了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随后吉利娜跑过去 向仔绒90度鞠躬表一感情 经过三分钟的赘述 吉利娜才和仔绒说完了 他与斯蒂拉两人间的冤丑 所以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在游戏里被全服第二魔法师追杀的日子 可不算好呢 在仔绒的询问下得知 女孩目前43级 要知道全服最强玩家已然有百级开玩 43级算是中下游 可明明都43级嘛 吉利娜却还穿着15级的新手套装 对此女孩变得支支吾吾 因为到处逃跑很缺钱 所以我也没办法 可仔绒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不是有可信性的赋予技能吗 而且她是我隐藏职业选中的助力者 说不定真的可以 是仔绒激动的凑到女孩面前 快 快把身上的装备全部卸下来给我 这是件15级玩家穿戴的菜鸟套装 装备后却会积累的延长宿主高阶魔法的释放速度 结果被仔绒用可信性的赋予强化后 却秒变成了全服唯一级别的菜鸟神装 然而为了通过第二轮的竹毛大战 仔绒却想出了坐收鱼翁之力的霸动 原来唯一级套装的恐怖加乘之处 不是高阶魔法的释放 而是能让人是无限使用一级魔法 只因为一级套装 能让一级魔法的消耗量减少99% 而为一级的法杖 却能使角色无需吟唱就能完成释放 正好这是两个不长眼的玩家攻了管 再容玩耳一笑 吉丽娜这两个小怪就交给你了 正好检测一下装备的性能 二人顿势暴跳如雷 随即一跃而起冲向吉丽娜 弹窗提示您套装特效发动完毕 原本需要吟唱两秒才能出现的屏障 居然一眨眼完成释放 可一件魔法的防御实在太弱 女孩没办法 一秒钟竟然释放出了20多个 本是用来防御的屏障 却被女孩用成了击退魔法 而菜鸟神装的短板就是伤害不足 只要不面对高等级玩家 即便对方人数占优 吉丽娜也不用将其放在盐里 因为光是一枝魔法导弹 她一秒钟就能释放180个 然后将100个魔法导弹凝聚后释放 爆发出的威力足以秒杀任何一名中等级玩家 最后用竹毛击杀这两只小丑破 弹窗刚好提示生存剩余1000人 竹毛大战的第一轮已结束 而仔鸟不知道的是 今天便是未来PVP狂人吉丽娜的诞生 这个时候助力者的优势就已经显现 由于吉丽娜的加入 助力者在游戏中的表现 也可以帮仔鸟获取到可信点 而剩余的1000名玩家全部传送回到了初始广场 此时此刻裁判宣布第二轮的新规则 由于第一轮发现有玩家拥有物理伤害免疫的能力 所以接下来被竹毛命中 也可以判定为是魔法伤害 这也就意味着仔鸟的绝对防御无法抵挡竹毛 这一看就知道是官方在故意针对的 可仔鸟闻言却笑出诸叫 小蛋 接下来将轮到我的狂欢了 然后此刻裁判又补了一条新规则 为了平衡竹毛大战 玩家的装备将被全部禁用 意味着刚刚强化出的菜鸟神装不再有用 如此艰难的条件 仔鸟又该如何大杀四方呢 然而从现在开始 毒气会从地图外围扩散到中央区域 毒气速度等于人类奔跑的速度 此刻裁判宣布第二轮竹毛大战开始 请不要停歇都动起来吧 然而此刻的仔鸟 却察觉到了第二轮新漏洞 同时仔鸟提出要与吉利娜分头行动 吉利娜一听还以为自己又被利用 可仔鸟却很现实地解释道 若是现在来抛弃你 当初我就不可能救你了 不过我很高兴能和吉利娜成为伍伴 盘窗提示德克斯向您发起了好友深情 得知仔鸟就是那个电竞天才德克斯后 吉利娜的表情诉说着无尽震撼 仔鸟倾抚着吉利娜的额头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在第三轮见 因为我这次的行动可能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所以回见吧吉利娜 结果仔鸟转头又发动了恶魔将士 毒王阿加卡斯 顾明思义他的能力便是剧毒抗性 说是万毒不清都不为伯 在副神完成的那一刻 仔鸟甚至开始对毒性有了亲和力 第二轮竹毛大战的本意 是让我们往没有毒气的方向走 可却没有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玩家怕毒的下场 只会导致他们在地图中央棄局 而我只要避免被淘汰就能无伤通关 等一千人全部被毒气蚕食殆尽 我便能坐收渔翁之力 弹窗提示您进入了毒物区域 下一秒被动技能万毒不清起 特殊技能血毒生成发动 您可以将周围的毒气浸入血中 和仔鸟猜想的遗址 这种程度的毒气与毒王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仔鸟不惜靠可信点两次使用将士 只为获得夺冠时的那份奖励 此刻地图中央 因为安全区域缩小 不得已爆发出了绚烂的战斗 无数技能狂风乱炸侠 却在沙发中诞生出了一名最强的王者 他的ID名为卡西亚斯 此刻中央区域的四名玩家决定联手对抗 可他却丝毫不慌 他禁止以竹毛带剑 听出的游戏剑戟 不再局限于角色的技能 更多的是他自创的操作 因为这个禁忌里唯有竹毛能完成致命的击杀 此刻他被暗处的射手瞄准 可他敏锐的洞察力 甚至来得及操控角色完成闪力 要知道射手可是躲在800米开外啊 卡西亚斯甚至精准捕捉到了射手的位置 眨眼间他便抵达弓箭手的所在地 此一月而起却将竹毛当长枪 射手反应过来已经完了 巧妙的龙王破竟然在空中就完成了蓄力释放 可让卡西亚斯烦恼的是 自己操作的眼花缭乱 那个家伙到现在都还没露面 德克斯你到底躲在哪里 因为此刻第二轮竹毛大战的存活玩家只剩了 弹冲提示第二轮竹毛大战结束 第三轮竹毛大战便是1v1的决胜时刻 可仔绒却还苟在毒物里没有出来 但毒气还在缩小 只要他呆够时间 最后活下来的只会是他 到时候白嫖奖励想想都开心 而此刻的仔绒却被剧情策划不准盯上 要知道200级的玩家都抵抗不了这个毒气 结果仔绒却相安无视待了整整30分钟 不长气的眼球充血 这样下去他必定夺观 于是他立刻使用三级管理权限 去访问游戏智脑爱丽丝 爱丽丝提示 成功将毒物调整至最高等级 且抗性类技能无效化 但全韩明部长使用管理职权针对玩家 将受到减薪减价件董事长等处罚套餐 看处罚还算轻 全韩明果断选择了愿承担一切惩罚 果不其然 仔绒那头也收到了毒物变更提示 很显然这是来自官方的直接针对 这毒气效果撒旦都慌了 即便是毒王本体降临也难以抵挡 仔绒看着另外一名生存者 却一点都不意外 一个是他自己一个叫做卡西亚斯 这家伙果然也是冲着我们的 爱丽都和那次一模一样 就是不知道 他在阿尔卡迪亚这款游戏 会不会更厉害一点呢 因为仔绒抵达了毒物中心区域的缘故 弹窗提示竹毛大战第三轮决胜战 此时此刻 战斗正式开始 这个老六不打药 却在毒圈里抗了一小时 结果却毫发无损挺进了决赛圈 可当老六看到另一个幸存者的爱丽后 眼神中却多了一抹狂热 然而正是因为女孩的存在 存在会被天界王做明目张胆的夺受 原来卡西亚斯曾经是仔绒的手下败奖 仔绒的出现践踏了他十年来的努力 因为二十年前一款RPG游戏风云全球 直至以卡洛斯停伏 爱丽名为卡西亚斯的玩家从未跌落过全服第一 直到名为德克斯的玩家出现 卡西亚斯因此败得体无完肤 甚至感觉自己十年白完 结果仔绒的一个剧度 却令他当场崩溃 全服第一德克斯的账号 于此刻注销 而他十年榜一的骄傲 却被仔绒一天内拉手摧滑 如今卡西亚斯在阿尔卡迪亚的隐藏技能 叫做迅速选择 也就是全装备精通 这让他能将伊塔洛斯的战斗方式带到这里 没错 德克斯 这是我超越你的机会 可仔绒却根本不给他一丝激活 在仔绒踏入决赛圈的这一刻 竹毛大战的最后一轮悄然开始 既然对手是他 那么天使将神 启动 选择天界王座全武器大师卡丽普索 弹窗提示父神成功 而卡丽普索的必杀技名为万兵之王 仔绒只有一分钟来适应新角色的技能 卡丽普索的能力便是自由变形手中的武器 匕首常见盾牌只有想不到没有变不得 而仔绒的一顿操作 还一旁的神魔双宠惊呆了 即便卡丽普索清零 或许都无法拥有像主人这般的速度吧 好了练习结束 那么决战开始 下一瞬仔绒消失在原地 他再次出现时 卡西亚斯就陷入了被动格导 卡西亚斯咬牙切齿凝视面前的速笔 听着仔绒的绩效 他启动技能迅速选择 三种武器一次切换下 卡西亚斯选中了引以为傲的长剑 看着近在咫尺的攻势 仔绒却不慌不忙 技能万兵之王启动 与卡西亚斯一样 仔绒同样凝聚出长剑完成格导 别惊讶呀 难道只允许你用切换装备的技能 卡西亚斯不敢置信地凝视着仔绒 紧接着双方展开了数次切换武器军的对峙 结果却是仔绒站在了上方 数次的碰撞失利 让卡西亚斯的身侧出现空档 一瞬间绚烂的剑光在房顶上绽放 德克斯这家伙故意用和我一样的技能吗 仔绒居高零下给卡西亚斯加油打气 结果却越打越起 狂风就与断的攻势势如破竹 两人的技能虽然同源 但仔绒的万兵之王却更为大道 他只需变形就能切换装备 而卡西亚斯必须耗时切换 所以卡西亚斯立刻与仔绒拉开百米距离 他将能够造成致命伤的竹毛插入地面 伸出左手开始召唤武器 仔绒眉头微皱 这家伙究竟打算干什么 下一瞬一柄古朴的致士宝剑被卡西亚斯取出 剑出效如同龙凝出口 让人瞬间沉浸在激昂的战役中 仔绒脸色变得凝重 正当他思索自己该如何对抗时 一道保骨残意的剑猫 竟从他躲梗一闪而过 经乎一线间剑气破长空 这便是卡西亚斯最后的必杀技 弹窗提示 您受到致命伤 骨折 出血 等负面状态此刻生效 因为是竹毛大战 所以除竹毛外 任何伤害都无法致命 但却可以让玩家陷入负面状态 下一瞬卡西亚斯消失在原地 德克斯风水轮流转 你也要放弃反击了吗 仔绒虽然窝火但必须承认 抵挡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 莫不是这柄剑有恐怖的属性加成 否则它的速度不可能有如此提升 结果这时全武器大师 与普索突然试图联系在 同时天使米加勒也收到一则讯息 主人 哈与普索让我转告你 刚刚斩你的那柄剑是他的 流落在阿尔卡利亚 适用于选择传承者 除了这柄剑能赋予特殊职业外 还附带了一根技能传授项链 随着玩家越强 项链中的传承技能就会解锁得越多 可他现在不知为何 却感受不到那项链的气息 所以才想和你发起直接对话 载容这才明白 为何卡西亚斯得到的技能 与天界王座会如此相似 载容无奈只能先帮忙问问卡西亚斯 话说你这把剑是做任务拿到的吧 卡西亚斯立刻变得警惕 你这家伙是怎么猜到的 这把剑是从奇怪的流浪者手上拿到的报仇 有什么问题呢 弹出提示卡利普索进入兴奋状态 赶紧问问我的项链在何处 所以卡西亚斯除了剑外还有一条项链吗 卡西亚斯疑了 德克斯是如何一清二楚的 于是他解释道 当初那条项链写着未经鉴定的装备 问了才发现 若想鉴定还非得花钱买鉴定卷种 我看这项链平平无奇 所以也没有必要花钱鉴定 最后被我和其他杂物打包卖掉 还赚了15同币 卡利普索听了癫狂暴怒 却只能疯狂给崽容发弹窗 可弹窗也无法抚平卡利普索的内心 此刻天界王座竟然主动要求 自愿消耗他自己的可信性 希望他能在崽容的身体里完全降落 崽容是没问题 但小乐真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思索一番好 米加勒还是同意了卡利普索的情绪 毕竟师徒关系也能成为介入的依据 那便以我大天使米加勒的名义 允许全武器大师卡利普索暂时介入 下一阵 崽容的身体被巨大的神剑气息贯穿 这难道才是真正意义的将神吗 卡西亚斯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 弹冲提示卡利普索完全覆神成功 躯体统治权暂时更换 崽容切换为观战视角 此刻的崽容杀气腾腾的 听说你把那条项链打包卖了是吗 为师的用心良苦你却蜀目寸光 这种东西 一刹那崽容的身躯被探金色神力尽力 他周身数十把神兵凝绕 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息 让卡西亚斯的灵魂遭受震战 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此刻的崽容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天神下的 走间他便将伟岸的巨剑狠狠砸向卡西亚斯 因为竹毛大战的缘故 虽然卡西亚斯只能陷入最严重 冰死 虚托 致命伤等状态 可他的身体却要一直承受被撕裂的痛苦 这一击蕴含了极致的剑影 结果正是弹窗提示 一是名字的旧剑产生了动摇情绪 难道是崽容引动的剑是吸引了他 他与普索火冒三丈 没出息的东西 看来你是真不知情啊 你的技能叫做迅速选择 你可知道 迅速选择并不是单纯为了全武器精通而造 包含着我对驾驭世上存在的武器应届期望 有了只血涵 驾驭武器的力量 当他修炼到尽头 技能便会净化成为万兵之王 卡西亚斯一脸盲眼 崽容说的难道真不是瞎编的吗 而你在丢掉项链的那一刻 你就失去了我给你留下的教授 原本的你 早就该得到我留给你的灯宫造极之力 可你却偏偏 卡西亚斯哽咽良久问道 德克斯尼 不对 请问您究竟是何方神圣吗 他曾是跟随天界王座奋勇御敌的宝剑 与宝剑共存的这条质宝项链 却是打开天界王座传承的钥匙 然而项链将随着继承人的等级提升 不断解锁新的武器技能 结果女孩却以失误同币的架 剑卖给了流浪商人 魂炎权武器大师卡丽普索原地爆炸 他不惜消耗自己的所有可信念 也要将完全体降神到男主宰人的身上 对的就是狠狠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徒弟 此刻卡丽普索暗自神伤 你可知这柄传承之剑 意味着你有机会将原本的剑 进化成万兵之王 而你所见卖的项链 却能让你的未来登峰造极 对此卡西亚斯哽咽良久问道 德克斯尼 不对 请问您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为何能让我的剑发出悲鸣 又为何了解我的遗弃 而原本怒发冲冠的卡丽普索 在见到宝剑后的那一刻 他的眼神却变得柔情似手 好久不见 而卡西亚斯也是第一次发现 自己的宝剑居然拥有丰厚的情感 因此他嗡嗡作响 似乎在响应着这千年来的思念 不过搭档 咱们还好遇到了贵人 至少让我能借用他人身体再次见到 卡丽普索言笑艳艳 虽说你现在持有者十顿愚蠢 但至少心术正直 而我也没时间帮你再找过一个 卡西亚斯亚麻呆住 这家伙居然在和我的剑对话 此刻仔绒身上属于卡丽普索的神力 正逐渐消散 我的老友啊 务必照顾好眼前这个愚蠢的继承者 此时弹窗提示仪式名字的旧剑 决定理解现在的情况 因此潜藏在旧剑中的能量终于爆发 他似乎是在未找到归宿而呐喊 弹窗提示旧剑任主成功 并且寻回了自己的真名 装备隐藏能力开放 原本普通级的旧剑 因为解封转变成了西游戏 而任务寻找遗失的项链随之开启 任主后的瞬间 卡西亚斯能清楚感知到旧剑的情绪 此刻他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人剑合一 而卖掉项链的他又多么愚蠢 卡丽普索玩而笑 我没出息的弟子 可别再让我失望了 弹窗警告 可信性额度不足 卡丽普索完全降临一解除 仔绒重新拿回了身体掌控权 仔绒感到一丝明雾 原来这便是天界王座真正的威力 西亚斯也终于明白 刚刚被神附体的仔绒是自己师父 下一秒他瘫倒在地 仔绒有些惊恶 难怪刚刚负面状态都那种强度了还没倒下 原来是一直在硬撑啊 这家伙可真是很绝二 因为是竹毛大战 所以卡西亚斯的角色没有死 但却免不了被仔绒疯狂扎心 宝剑和项链是同时出的奖励 肯定是有隐藏任务 这都成了游戏的定势 你那十年只玩了伊卡洛斯这一个游戏吗 真是个老古董啊 结果卡西亚斯却疑惑得 德克斯你小子的职业究竟是什么 刚刚和我对战的可不是你 仔绒只好用附身的隐藏职业糊弄过去 接着他指了指手中的竹毛 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卡西亚斯松了口气 德克斯你这家伙明知不问 我要脱离冰死状态起码要三分钟 毋庸置疑肯定会先被涌来的毒物折磨死 所以德克斯 这一场是你完胜 仔绒倒是觉得可惜 如果能再和你认真对决一次就好 因为剧痛卡西亚斯哭笑不得 下次再见面 我肯定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仔绒握紧手中的竹毛 你这女人可真好胜 那咱们下次见吧 说罢仔绒用竹毛果断淘汰了卡西亚斯 弹窗提示竹毛大战胜者已决出 恭喜玩家德克斯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竹毛大战的主战斗是实时直播 无数冠军的候选人在镜头前展露头角 比如被仔绒之前一击秒杀的 星光魔女斯蒂拉 比如仔绒用一秒四破的操作 仅花三秒 就让刚成立的竹毛格星团当场解散 以及竹毛大战最强的冠军候选人卡西亚斯 依然败在了他的手上 毋庸置疑 德克斯这个ID才是全场最佳 要知道现实世界中 仔绒的德克斯的ID同样响彻云霄 那个曾经天神下凡一锤舞的传说竟在支持 这次仔绒再次以ID德克斯夺冠 瞬间就激起游戏论坛的崇拜浪潮 之前被仔绒击溃的暗只黑炎龙也终于明白 当初他为何会败得体无安妇 幸亏这次没参与竹毛大战 然而万众期待的是仔绒究竟会获得怎样的博冠奖励 下一秒NPC裁判甩出一个神秘宝箱 这里面装的仔绒曾经淘汰过的用户 所持有的所有装备 仔绒可以从里面复制一件出来当奖励 结果仔绒刚打开 一排求之不得的稀有级装备可供他挑选 NPC认为仔绒会大吃一惊 结果仔绒翻找了半天却没有一丝满意 这都是些什么垃圾装备啊 毕竟只要可信点足够 找小蛋小了买神话级装备都行了 可当仔绒看到这件装备时却痛苦咒诵 他开始向NPC反复确认 真的可以从被淘汰用户的所持装备中 无论选哪一件都可以 NPC好奇地凑过去一看 结果连他看后都感觉震惊四足 NPC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 可仔绒却一正言辞道 这确实是被淘汰用户所持的装备 伟大的NPC鬼怪打人 这样选肯定可以吧 但大家能看到NPC的表情变化 当众人疑惑仔绒究竟选了什么事 NPC终于松口了 按照规则 这件一击毙命的竹毛 的确也是玩家装备的物品 即便竹毛可以完全无视所有魔抗和物抗 即便竹毛命中要害敌人可以直接死亡 但他却是仔绒唯一看得上的装备 倒不如说是 仔绒这个搅局者之夜 渴望而不可及的唯一级神装 而此时此刻阿尔卡迪亚国内组 因为仔绒的选取 开了一次董事级别的大会 因为竹毛的一击毙命的能力 不但可以针对阿尔卡迪亚里的一切生物 除了BOSS外甚至都能毙命NPC 这时社长李美颜决定启动权限干涉 他立刻以二级权限 登陆阿尔卡迪亚 结果他刚给系统提交 竹毛武器的参数调整的更改方案时 系统却提示更改不通过 李美颜十分纳闷 爱丽丝请给我一个解释 弹窗提示 由于针对用户的不合理直权补丁 更改次数达到上限 听了这话全民喊虎去一阵 之前出的毒物伤害最大化的补丁 就是为了针对仔绒这个老六 也是他用三级权限下打的 看到证明后的李美颜当场笑出了阴森 全民喊专务 我需要你的一个解释 此刻仔绒在游戏里拿着一击毙命的竹毛爱不试试 他嘴角微翘疑惑道 现在用他在阿凯迪亚里做点什么好 男孩只是给游戏角色装配一根竹毛 游戏官方却给了他一个亿的赔偿 结果美女理事长还留给仔绒自己私人电话 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联系 原来就在刚刚 仔绒成为了竹毛混战的唯一生存者 因此他能任选一件淘汰者身上的装备道具 结果他却凭借规则漏洞 将活动道具一击毙命的竹毛 放成奖品潇洒带走 在某种意义上 竹毛能秒杀游戏中的所有生物 正当仔绒思索要怎么用竹毛搞事的时候 游戏残窗却提示 并营者申请召唤玩家您是否接受 仔绒眼中透出一丝奸诈 看来官方是商量好了对策 真好奇 他们会提供什么筹码与我交换 蓝窗提示您已被传送至特殊空间 这里无法使用技能 而面前的这位美女精灵玩家 正是官方的国服化世人 很抱歉德克斯 可仔绒却不想听那些序话 请您直接进入正题 女孩声音散发着迷人的韵务 德克斯我们找您是关于竹毛的事情 对竹毛的存在 对阿尔塔迪亚来说将会面临全盘威胁 当然 您是以正当方式获得的竹毛 所以我们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为此我们国服官方部提出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限制竹毛使用次数 第二是限制竹毛适用的对象 第三是回收竹毛用史诗级装备代替奖励 当然李美妍自然很清楚 谈判还需筹码 而且是必须让仔绒满意的筹码 只见他点击发送 这是公司方面给您的适当补偿 你看看在决定选择哪个方案 结果仔绒看到补偿后却眼前一亮 李美妍也是在赌 他不知道给出的筹码 仔绒是不是可以真的使用 毕竟这种筹码一般玩家可用不上 就在这时 李美妍却凑到仔绒面前亲密道 若是你这次愿意答应条件 我们运营团队承诺 未来绝对不会对某些用户 新增不正当的补丁 而这个条件 才是我个人说服你的隐藏王牌哦 仔绒秒懂 你既是个人 你有什么能力来代表公司呢 李美妍目光卓人道 我将赌上阿尔卡迪亚 国服理事的名字向你承认 仔绒这个无数游戏的全服第一 怎么可能不知道阿尔卡迪亚的国服理事长 难道您就是年纪轻轻 就创造神话的李美妍社长 这等人物居然会来单独见我 李美妍的回眸一笑 却看得众人挪不开眼 谢谢你德克斯以后请多多关照 弹窗提示协议达成 装备竹毛变更为一次性道具 您获得了一百万点的可信性作为奖励 赋予您乐意补丁的永久免除全 可最让仔绒脸红心跳的 却是李美妍女神给的一张秘密纸条 上面清楚地写有李美妍的办公室电话 然而仔绒不知道的是 暗处的团队已经盯上他 具体来说是盯上了他的艾蒂德克斯 在竹毛大战之后 仔绒的艾蒂无庸置疑万众瞩目 只要有玩家聚集的地方 都会聊到仔绒游戏生涯的事情 只要黑袍装扮的角色出现 竟然会引起玩家们的围观 之前他就是怕这样 才匿名行动的 可恶的官方直播害我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下一瞬仔绒消耗1400点可信心 发动将神召唤卡帕拉斯 只是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 逃离这个舆论四起之敌 小弹剑仔绒如此大方很是意外 主人凝时感受到了什么恐惧 居然要发动将神来帮你逃离 被神魔双重一问 仔绒就觉得头疼 你们知道什么是私生犯吗 镜头一转刚刚仔绒出现过的敌 一名威武雄壮的男人闻着未抵达 法师让路人玩家抬头 只为确认角色长相 此后又笑嘻嘻地说着狠话 所有人都把脸露出来 否则血剑当场 很显然 他们就是追了仔绒好几年的疯狂粉丝 他们工会名之所以叫德贴士 是因为德克斯喜欢穿红色贴身物 因此聚拢得工会成员 里面男男女女十个十一个 是仔绒的私生犯 生活不易仔绒叹情 撒旦算是明白了 主人你这是有了信徒又怕自己暴露 其实对此小弹很有经验 我成为魔王后就爆发了争夺战 最后我一个人赶了他们全部 但这种恶性挑战永无止境 于是我花很长时间制作了一块面具 谭虫提示神话级装备欺瞒者面具 此面具能根据自身的想法 模仿出任何人的脸 并且任何人都无法窥探面具下的真面目 仔绒很是惊恶 这种辅助类装备还有神话级的吗 小弹立刻开出一口架 若是主人需要我可以把它借给你 仔绒一眼洞穿撒旦心子 所以你又要狮子大开口报价多少可信心 十万可信点 我可以借到你入土为止 说实话仔绒心动了 用物理手段甩掉跟踪狂 比任何办法都省事 谭虫提示您戴上了神话级欺瞒者的面具 并且虚假之物完全掩盖了您的身份 反观德贴士工会因为找不到仔绒十分失望 于是会长下令凡事提供德克斯现身截图的 一张十人名的B 是女孩信心满满 德克斯这家伙绝对逃不出我们手掌心 就在这时 一名白发黑袍男走入人生顶飞的市场 小弹你这面具确实挺好的 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我们 可此刻仔绒却被大陆中央的新闻吸引了眼睛 最近阿尔卡迪亚开始拓展武器市场 一件特殊装备艾尔佩的眼泪 拍卖价格就高达十个亿人民的B 那这么说我脸上的神话级欺瞒者的面具 拿去拍卖岂不是得值一千页 结果下一秒 仔绒走到了德贴士工会长的面前 会长眼神微眯打量了一番 可惜 这家伙和德克斯长得不一样 但为啥我会在一瞬间把他认成德克斯呢 其实仔绒就是故意试他 小蛋你这面具果然不错子 仔绒抱怨面具的唯一缺点 就是造出来的脸没有自己帅 属实可惜了 小蛋亚麻呆住 主人你都不看装备介绍的吗 您可以自行选择需要伪装的人物 而你见过的所有人 只要你想 他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伪装对象 在确认变身没有任何限制时 此刻仔绒嘴角微翘 仿佛想搅局的心按捺不住 这面具用来完成我刚刚更新的任务 岂不美哉啊 新任务请您让世界陷入巨大的混乱中 因此需要不断拉拢出现特定标识的助力者 附加任务 拉拢卡西亚斯 而第二个拉拢对象 任务只告诉仔绒他在矿山 要说卡西亚斯 他肯定在满地图的找商人 寻找遗失的项链 而矿山那边吗 真不知道哈米埃尔NPC男爵 如今剥削了多少玩家给他当矿工奴隶 一口NPC掌管的矿洞 里面挖矿的奴隶却全是游戏玩家 别的同学放假可以玩游戏 他放假却得来游戏里面当奴隶 是因为男主仔绒当初提供的压榨计划 而他的奖励 则是无条件拿下矿场10%的利润 然而仔绒再次来此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向NPC领主收招 而是为了彼岸山矿洞的一号奴隶 他是这里挖矿速度最快的矿路 却是铁匠十足冥冥之中最认可的玩家 而他 同样是仔绒寻找助力者任务中所指引的对象 可不明长官 帮我把一号奴隶叫官了 奴隶男孩一听长官叫自己休息 却立马低着头说自己干满了工作呀 仔绒嘴角露出一抹邪想 小子和我谈谈吧 见男孩一脸惊诧 仔绒之言不会的 我是来赐予你自由的人 在男孩一番坠属性 原来他当初是被一夜暴富的心情蒙了心 不小心就签了NPC给他卖身器 导致他天天都得来游戏里面当奴隶 这小家伙可真是时尚啊 可就在这时天使米加勒突然察觉到了矿路男孩身上的一样 他的身上居然有五只气味 只有与火属性有着绝对亲和力的人 小子我若给你自由 你可愿为我赴汤捣火 男孩没有半分犹豫就选择答应 我说小子你不打算听听条件吗 结果男孩静止朝着仔绒三次扣手 只要您将我从这个地狱救出来 我就愿意为您鞠躬尽瘁 下一秒束缚在他角色身上的七月火焰硬身算力 弹窗提示ID我就是运气差登记成为助力者 结果等仔绒打开男孩的能力指使 却突然瞳孔咒锁 这小子竟然是阿尔卡迪亚的手的内侧用户 小子你究竟是谁 大哥也不能说 仔绒松了口气 反正你不是官方里谁的孙子儿子就行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我需要给你做一个性能测试 仔绒所说的测试便是杀怪 这家伙的攻击毫无章法 果然战斗能力差到极点 而他生产戏的技能也平平无奇 从内侧就开始玩还这么垃圾没道理 难不成是隐藏职业对我的一种惩罚 这时米加勒却主动现身 主人你知道对于铁匠而言 实力和才能虽缺一不可 但还需能将灵魂 注入自己锻造物中采取 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铁匠最重要的素额 而是面对高温烈焰时 还能站在那边挥舞沉重的铁匠 也就是绝不放弃的坚韧 然后再不拘意志与信念中挥舞重锤千百次 才会锻造出足够出色的装备 这个男孩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还能坚持挖跑 我觉得他的意志比任何人都出色 可仔绒很疑惑的是 小乐怎么突然对一个玩家评价这么高 米加勒想说却犹豫了 因为这个事情的相关信息牵扯太大 我不能说 仔绒算是听明白了 小乐是不是只要有足够的可信点替你承受音乐 他就可以打胆讲出来 所以残疮提示 您已支付十五万点可信息 曾经的秘密为您一人浮出水面 原来比第一次圣魔大战还要遥远的神话的时代中 这个时代存有无数位神秘 他们各司所欲都拥有的神性与神格 战争之神 正义之神 时间之神等等等等 那时各司所欲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批信徒 可却因为某一个组织 那个时代却被人类完全忘却 找不出一丝痕迹 仔绒算是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阿卡迪亚中 象征正义的圣因特教团 灭掉了除信仰天界之外的一切教团 总而言之 而那些失去信徒的神 最终沦为了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得的虚神 这才让天界拥有了被全人民信仰的圣魔 所以我的小弟被最久远之火关注 指的是铁匠之佛 也是象征天界燃尽任何恶魔的毛 穆斯贝尔海姆的创造者 曾经神话时代的神将乌尔坎姆斯 这个男孩的关注者便是他呀 仔绒终于明白 为何任务要我把这小子收入麾下 原来是要把他培养成传奇神将啊 而阿尔卡迪亚的最强铁匠种族 便是小矮人族 可就是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要知道阿尔卡迪亚这款游戏 还没开放小矮人族 这是魔王撒旦毛遂自建 我的手下曾经在地下见到过他们 不过离比岸山有点远 是在一处沙漠底下 经过仔绒苦思冥想 难道撒旦说的是 古大禁区之一的鲁梅尔打沙漠 听说进去的冒险家就没有活着出来过 可仔绒还是带着小弟毅然截然地走入沙漠 然而男孩却因为仔绒赠予他的一套垃圾装备 感动得痛哭流涕 他在心中暗自发誓 大哥我愿跟随你一辈子 仔绒感觉自己有点罪落 毕竟这家伙会被矿到矿山当矿奴也是他错失的 不用客气了 就当是你在矿山工作的钱散费什么 可仔绒不知道的是 想要在一眼万里的沙漠中 渡过重重危险寻找小矮人组 将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而他又会想到什么办法提高寻找效率 他是一级新手使用的锻造船 只是被男主稍稍强化 却觉醒成了全服第一件神话级装备 关键是锤子的耐久无限 还对火属性完全免疫 结果仔绒却将他送给了自己的伙伴 只求他未来能成为阿尔卡迪亚大陆的神将 而记忆高深的铁匠往往出自小矮人组 为了能让小弟去当学徒 他们必须前往五大进去之一的 鲁梅尔大沙漠 所以二人在沙漠中走了三天三夜 小弟被晒成人干 可仔绒却感觉有点凉爽 只因他消耗可信点发动将士 召唤出了天界阴魂酷寒女王 而女王的被动冰封心脏 就相当于在宿主体内开了的空调 当然沙漠偶尔也会蹦打出几只沙漠毒蟹 可即便他们是160级的领主怪物 等仔绒吟唱一番咒语 抬手也能完成冰阵毒蟹王 最后由缺乏经验值的小弟干了 结果小弟却把杀怪当作是挖矿 轻轻松松就找到支点 轻而易举就将冰块敲成冰渣 可因为简陋减得太多 等级虽然得到提升 体力也因为升级恢复 却获得了简陋的自由骑士称号 而小弟一路上的简陋 却让他从原本的24级 一口气飙升至72级 可二人在沙漠中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 也不是个办法 因为想要在沙漠里开空调 将神状态就得一直维持 而撒旦却想到了一个新方案 既然是要找小矮人 那么用恶魔将神 找一位小矮人阴魂来帮你指路 这不比天使将神更香 所以恶魔将神启动 患头颅粉碎者小矮人太阴 恐怖的魔力瞬间充斥在仔绒的四肢本来 小矮人的阴魂借仔绒的身体暂时还生 太阴感受着沙漠的炙热 回想起了昔日操控地狱之火锻造时的荣光 仔绒因为将神出跨牢而一脸茫然 前辈赶紧看看小矮人亡国在哪个方向 结果太阴感受到什么厚惊恶失色 他能感受到曾经操控的地狱之火 就在仔绒的脚下 太阴连忙贴到地面听听声响 没错 我确定下面有小矮人的沙力车间 可就在这时仔绒让小弟向后退开白米 下一顺底人粗壮的锻造锤出现在仔绒手掌 他也是太阴生前的武器 可小弟想不明白的是 仔绒突然变个锤子干嘛 仔绒露出一抹邪笑 我当然是要把沙漠砸穿呀 就在锤精命中地面的下一秒 细密列纹全弯叠仗 要知道这柄锤子可带有粉碎的效果 随着纹路扩散 一口直径20米的坑洞突然踏起 仔绒带着小弟跳入深渊 下坠千米后才看到了一丝光亮 仔绒也很惊讶小矮人王国会这么是 同时太阴感觉能再见这座城市 也算是满足了曾经的遗愿 等仔绒看清小矮人的生存环境后 才明白为何这里的铁匠人才被除 以炎将围影进行锻造 或许只有小矮人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吧 仔绒残疮提示发现未知区域 发现沙力车间第一人 体力力量上升10点 获得属性手艺 新人物预见小矮人形成友好关系时 他们将与人类共享沙力车间 形成敌对时 沙力车间将对人类封锁 因为自从仔绒出现的那一刻 小矮人无意不是满眼仇视 要知道小矮人蔑视其他种族特别严重 但他们制造装备的技术绝对一灵 看他们地下城市的生活环境就知道 这些家伙定然固步自封 突然立刻就把仔绒二人当作是入侵城 面对拿着铁锤冲来的小矮人们 仔绒却有一个降服他们的办法 就是召唤出小矮人太阴的火腿剧终 锤子现实瞬间 冲来的小矮人戛然而止 仔绒嘴角笑出轻蔑 此刻他将太阴降神的能量最大 无其是太阴 无神王后你们过得好吗 听这口吻定然是太阴大人无误 所有铁匠丢下锻造水 并将左手狠狠抵在右胸 这便是小矮人组表达境里的最高领域 仔绒一葫芦画瓢也将手抵在胸前 弹窗提示与小矮人形成信赖关系 沙利车间对您开放 这是一个小矮人孩童朝着仔绒询问 太阴大人是不是在天堂看着我们了 撒旦见仔绒投来疑惑的目光解释道 这家伙喜欢用锤子打碎对手的脑子 你问问小乐天界会不会收留他 太阴悄悄让仔绒不要暴露自己在哪 可孩子的期望不得不满足 所以仔绒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太阴大人在天堂过得非常幸福 结果他还画风突变 那我也要进入锤子突击队 像他一样打碎该死的天使脑壳勇猛无双 仔绒当场被震碎三观 说不定你们会在地狱见面 接下来就有孩童的父亲 带仔绒二人参观小矮人的城市 这里铁匠铺遍地都是 然而城里的小矮人 几乎都是匠人级的铁匠工学师和建筑师 这间就是我父亲的铺子 在沙利车间也称得上是三大大师之一的铁铺 父亲叫做拜伦 他是小矮人城市里的铁匠大师之一 仔绒让小弟鞠躬拜师 结果拜伦大师指了指一旁的铁匠靴子 你们来一场对决吧 在灼热火焰的烹饪下 小学徒率先完成了武器锻造 魔法级的粗糙的短剑 虽然品阶不高 却手艺出色 紧随其后锻造完成的小弟 制造出的粗糙的短剑却是最垃圾的品质 看上去只是长得像武器罢了 拜伦朝着仔绒回应 少年他能不能出师得看他的造化 能找到大师教导已经难能可贵 所以拜托了拜伦前辈 小弟我们也到了暂时分别的时刻 见小弟情绪低落甚是不舍 仔绒让他把锤子给他 果然是最初级的锻造锤 话说你一直用的就是这个锤子挖矿制作装备什么的吗 仔绒开始试探性地朝锤子注入可幸性 下一秒残窗提示 强化装备需要花费35万点可幸性 走了吧 强化一个破锤子 也不可能需要这么多 小弟你可得对你大哥好一辈子 技能赋予可幸性启动 一瞬间冲天的金光自锤中心升起 此刻小弟耳边传来浑厚的声音 小子你还有许多不足 还不能让我的名字因你的发光 你只能靠无尽的努力 去弥补你的不足 然后像钢铁一样战胜所有艰难 成为颠覆大陆的神将 最后让我这笔最久远的火焰认可 最后送你一件礼物吧 小家伙 铁匠之神乌尔坎努斯名义 送你一场造化 此刻普通锻造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完成了神话级的跃迁 锤铭便是乌尔坎努斯的锤子 个性耐久无限 并且不惧怕任何火焰 本自是装备后角色对任何职业的熟练度范围 尤其只有被乌尔坎努斯认可之人才能装备 它是一块神话级的伪装面具 甚至连游戏ID它都能完美伪装 更是能将所见之人的样貌记录 然后玩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脸庞 结果仔绒为了测试面具能力 却阴差阳错把史莱姆女王 进化成了200级的史莱姆君主 原来就在刚刚 仔绒帮小弟强化出乌尔坎努斯的锤子后 并嘱咐他 要勤加苦练努力提升铁匠的实力 希望不要没落这件神话级锻造锤 小弟发誓若成就最强铁匠 并要报答仔绒之欲之恩 此时仔绒盘窗提示 获得对象完全信赖 开放助力者系统 未来您可以获得助力者创造出的可信性 接下来仔绒获得了三名助力者 未来的对决法是吉利马 未来的全武器大师卡西亚斯 未来的铁匠大师我就是运气场 仔绒现在还不知道 未来他们三将在阿尔卡迪亚 以极恶玩家之名横空出世 而如今的仔绒却有件事情需要确定 那就是神话级的欺瞒者面具 他所拥有的伪装效果究竟能做到哪 原来因为阿尔卡迪亚的包 相关的直播变得五花八门 最为火热的频道自然是在阿尔卡迪亚寿命 然而女主播今天要挑战的 却是与一百多级的玩家组队 并且攻略史莱姆的领地 而为了直播效果 他现在急需找一名新手加入队伍 这样他便可以刻意制造 自己营救低级用户的美丽 然而伪装后的仔绒却突然出现 女主播赶忙朝他走去 并且加着声音问 哥哥要不要一起来抓史莱姆 我是一百多级的法师 他是一百三十四级的榜上用户 仔绒思索了一番后 却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没问题我们一起组队吧 而后心中暗闹 网红吗 刚好我有个计策想试试 神魔双重很疑惑 主人你为啥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而且这两个家伙邀请你绝对是为了利益 仔绒一是为了确认 欺瞒者面具效果如何 第二嘛他自由打算 而法师女为了拉他组队 便朝着仔绒询问账号ID 结果仔绒却说我的昵称是 喜欢巧克力蛋糕 女孩点击搜索 居然还真的可以向这个ID发送组队邀请 面具下的仔绒露出一抹邪笑 看来这个面具连ID都能伪装 若未来能好好利用这个面具 届时在搅局可以说几乎零风险 很快三人便抵达了史莱姆的领地 可三人心中却够怀鬼胎 战士想的是待会儿要怎么扛怪 主播想的是怎么借此战斗提高身价 仔绒想的确实 怎么史莱姆小家伙们 还是和以前一样可爱 因为战斗开始 直播的弹幕逐渐热闹 女主播不断吟唱魔法抵挡史莱姆 战士则是将二人护在身后 仔绒在队伍的最后摸鱼 结果面前的史莱姆的数量突然激增 抵挡不住的史莱姆便朝着仔绒醒来 抓住提升人设的机会 女主播立刻冲到仔绒面前发动守护魔法 史莱姆因此一命呜呼 但女主播却因此进入残血状态 战士依旧挡在队伍的最前方 因为稀有集盾牌的技能 瞬间将史莱姆击退炫运 弹幕风气立刻就达到了 女主播想要的效果 不过只要能力好人设 再来几次这样的攻势也好 可仔绒却因此受到了启发 我若是搞直播似乎也不错了 借此机会圈她一波 正好这一波的史莱姆 被战士和女主播给干掉 剑女法师还在直播 仔绒立刻跳到取景框问她 为何我们不去挑战更高阶的野怪 就比如半兽人群居地什么的 而仔绒的大放厥词 当即被观众喷得狗血淋头 而仔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既然二位不敢去 那我就自己去独自攻略 反正提示巧克力蛋糕退出队 最后她朝摄像头说的 对了如果各位想看我单刷半兽人群居地 就来我的直播间 我的频道叫做破坏者的日常 此话一出直播间顿时炸了波 不是因为仔绒多出名 而是因为破坏者的日常 这个账号实在太过神秘了 两个视频就涨粉80万 有的人赶紧搜一下 炮主居然真的在直播 女主播盯着自己的直播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跌至了灵人 观众没有例外 居然全被仔绒抢走 而仔绒刚开锅就遭到质疑 52级拿什么攻略半兽人群居地 结果仔绒却说有朋友会来帮我 下一秒仔绒装配上史莱姆拯救者的称号 并且朝着史莱姆女王招呼道 朋友们都来这边 下一秒史莱姆女王带着族人冲向仔绒 并且狠狠将仔绒搂在怀中 本是把直播间的观众看呆了 明明只是52级的新手 竟然可以站在史莱姆女王的肩膀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朝半兽人群居地进发 弹幕开始疑惑 爱吃巧克力蛋糕明明是战士 为何能操控史莱姆大军 可事实就是如此 领地内的所有史莱姆开始向半兽人发动群攻 因为数量的优势 大部分半兽人小弟都被史莱姆击杀 此刻120级的半兽人军团长横空出世 史莱姆女王虽然体型比他大 但等级却差了他20级 面对史莱姆女王的攻势 身材矮小的半兽人军团长却临微不惧 用技能野蛮冲撞 女王挡不住因此被击退白米 可宰容却露出一抹邪笑 即刻消耗3000点可信心 于强化史莱姆女王 弹冲提示五分钟内史莱姆女王所有属性上升30% 下一秒史莱姆的腐蚀粘液 静止向着半兽人军团长覆盖而来 不是他来不及躲避腐蚀粘液 而是此刻史莱姆女王的粘液范围突然爆流 弹冲提示半兽人军团长已被击败 趁弹幕都在刷666 宰容却朝着直播间的各位要了点关注 希望下次也能给大家带来视觉盛念 因为史莱姆女王的腐蚀液体覆盖了整个半兽人领地 目前残存的半兽人兵力只剩1% 而该领地的史莱姆数量抵达99% 弹冲提示史莱姆种族占领了半兽人部落 领地开始重构 构成了适合史莱姆七夕的环境 史莱姆女王化成人形后紧紧抱住宰 似乎在感谢宰容为他增添的新家 弹冲提示由于史莱姆种族复兴 史莱姆的等级将得到调整 能力只将大幅度上涨 族人中出现120级的史莱姆卫兵 宰容这就放心了 这下看来很少有人能抓到史莱姆了 但进化还没结束 原本100级的史莱姆女王 进化成了全新的个体 200级史莱姆君主就此降临 恐怖二字再度刷屏 虽然史莱姆女王身材变小 但新技能震慑却能覆盖整整三公里 就连百级的玩家都会因为被震慑 导致能量值下降30% 移速降低50% 而宰容原本史莱姆拯救者的称号 因为史莱姆君主的感谢 变更成了史莱姆的圣人 而所有史莱姆都将无条件听从宰容的指挥 之后这天的事情在官方论坛传开 国服官方为此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但宰容是正当利用了游戏机制 他们也无法进行任何制裁 这120级史莱姆体格再强也不足微距 但可怕的确实 这样的史莱姆一共有12万只 原本最弱的史莱姆 此刻也可以拥有吞电阿尔卡迪亚大陆的能力 所有游戏用户开始关注史莱姆 自然也要关注能操控他们的主体 而破坏者的日常 一夜之间从原本的80万订阅 一月而起涨至3600万 宰容也没想到 自己的骚操作竟会带来如此颇天的富贵